各位好,欢迎来到Linux核心设计 Linux核心实作课程 本周第四周 这次的进度是来探讨数值系统 还有编译器 这里讲的编译器并不是叫你 从无道去开发一个编译器 注意到通常在大学会有一门课 叫做编译系统或是编译器的课 会详尽的让你了解到 建构个编译器所需要的背景知识 那这边其实是运用编译器的成果 那你会好奇 就是所谓的运用编译器成果 不是你大学一年级 或者更早之前你就会的事情 最后这边讲的编译器 其实涵盖就是说像编译器最佳化 还有编译器在最佳化过程中 可能会导致非预期的行为 那为了要克服这些非预期的行为 其实你必须要对编译器有一定的认知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对应的材料 然后那你也要很清楚说 其实像Linux核心这样的一个 资深的系统开发者 其实它对编译器也是有深入的理解 因为毕竟像开发Linux核心 最后我们一定是要一个 又能够执行效率又好 而且这个行为又符合预期的系统 才是这些系统开发者 长期来投入的 所以这边就不能说是编译器的错 然后导致作业系统核心不稳定 从而影响到整个环境 这不是这些开发者期望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开发者会花很多心思在这上面 我们也从这一周来跟大家谈讨相关的编译知识 好那注意到就是说呢 我们在课程第一周的时候呢 有跟大家介绍过 我们这么可能会用到一本教科书是CSAPP 就是我们绝大多数的教材都是线上 或者是说我们会把教材发布给同学 好那但是这本书呢 就是CSAPP这本书 请你一定要事先准备 这是我们唯一的纸本教科书 那本周呢 也会来从它第二章来看这个相关的数值系统 那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预计在第五周 好就是很快就下一周啊 我们希望来开始来探讨Linus核心 注意到我们前四周呢 都在做基本准备 我们真正探讨Linus核心呢 是研制到第五周 那你可以看到说我们要探讨Linus核心呢 尤其是像这个排程器 或者说这个这些process的状态 其实这里面呢 或多或少都有数学 而且这数学呢 跟以前学的数学很不同的地方是 这边的数学呢 它可能是一个多项式 但是呢这个多项式的表达 它会做一些变形 那这所谓做变形呢 就是因为像浮点数啦 或者说有一系列这种 效能最佳化的考量 所以导致 可能就是冲到一个多项式 但是跟你看的不同 然后这中间呢 你要对数值系统非常熟 包含说 我们第一周就提醒大家的这个 二补数 然后呢在 前三周呢 你都可以看到说呢 跟数值系统或多或少都有关联 那当然 当然说这个B-wise的操作 其实都会用到 那我们就在前次中花了 很长时间跟大家强调 这些相关基础的准备 然后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请你呢 去填写这个Google表单 那这个我们通过Google表单 来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来发布 发布我们的客人通知 发布我们的教材 所以你现在画面中看到的教材呢 都是可以免费存取的 就是免费自有存取的 但是有些教材呢 我们是用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 为什么呢 因为像书本 像我正在写的书本 我还没有 我认为还没有值得发表 所以我就没有公开发表 但是作为教材是完全是深人的 然后再来是我还没发表的论文 那这边还没发表论文呢 也是来邀请大家来帮忙 帮忙看 那如果说你对这些内容有兴趣 欢迎来一起合作 然后再来是说呢 有些会是一些像是期末 其实我们期末有这个成果发表 那成果发表呢 我们会就会有一些通知啊 这个通知就是针对个别学员 或者说可能学员会需要一些补助 像我们学期末的这个成果发表呢 预计会在台南跟台北举办 那我们会鼓励同学到台北 就是去台北看看 那在台北厂的话呢 我会邀请一些在台北啊 或是在足科工作的伙伴 然后给大家指教 所以这边就是我们回到学期末的时候 可能会跟你谈说交通补助 或是一些类似的议题 那这个呢 其实都需要对各位同学有更清楚的了解 那所以呢 就是请你提起的顾问表单 那这边的话呢 不只是成大 选课的同学呢 旁听的同学也可以填 但是注意到就是 请确认你真的有对 本课程做了一定的付出 这个不要问我说什么叫做付出的定义 人在做呢 Google在看 GitHub在看 你看看你自己的付出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充分 请你自己最清楚 好 那所以注意到 请你一定要填表单 否则我们后续这个教材 很难发售给各位 好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说呢 这边呢 列出了三份笔记 这个笔记没什么特别难的地方 我们就快速看 那这就是去发布 对Linux核心的贡献 那注意到呢 其实贡献Linux 程式码呢 或者是说对Kernel做一些改进呢 其实 本身不会那么困难 因为Kernel呢 其实到处都有可以改的地方 像是文件啊 文件有可能写的不好啦 或者说 有些程式码刚好就是 你就刚好遇到 不能执行的地方 就是 它可能程式码列了 七八行 但是其中有两行 根本执行不到 你说有没有这种事 有 所以这是为什么 引导大家去看原始程式码 其实这种东西多的是 你说有没有自动方法去检测 这也是我的研究专业之意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自动方法 那总之就是说 Linux核心里面 有很多地方可以贡献 但是呢 在贡献之前呢 其实比贡献还难的地方 在于说 你要了解它的步骤 你看 像之前有个 有个同学很好玩 他在阅读 原始程式码的时候呢 发现你什么事情呢 他发现 里面呢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 这里 就是 就是说 它一直在哪里 就这个 就是说 他发现呢 其实有一些词啊 对不对 就是里面有些用字呢 可能 就少一个字 然后他就说呢 那其实这个东西呢 其实可以做贡献 然后注意到 贡献程式码呢 不是用GitHub那种 提交破率快 什么 这种流程 注意到 Linus Kernel呢 他是 all faction 就是一堆 你可以说老人家啦 反正就是 主力的开发者 就是对Linus Kernel的贡献比较多的 大概就是 30岁到 50岁之间的人是最多的 这跟台湾状况很不同 对吧 台湾就是30岁到50岁 可能就不 尤其35岁以上 有很多就不写程式了 对不对 但是注意到 Linus Kernel来讲 主力的开发 就是很稳定在投入 Linus Kernel开发的 其实30岁到50岁居多 然后这些人呢 他的风格呢 可能比较偏老派 所以就是需要用这个 信件 然后来对比 写信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然后 那在Linus Kernel里面 有个东西叫 Linus Kernel Mailly List 一天呢 大概就是大概300封的 这个 这种规模 你可能觉得300封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300封其实很 压力很大 因为它不是 它不是一个什么 随便的通知讯息 它是上面有大量的讨论 大量的这个 大量的城市的修改 资讯安全的通报 诸如此类 有一大堆讯息 所以一天300份的 资讯量是很大的 像之前呢 大概 20年前吧 有人去采访Linus Twas 有个媒体采访Linus Twas 他说你每天的做期待怎样 那其中Linus Twas就提到 他每天至少要花 2到3个小时 在读信件 你要知道 一天呢 有24小时 那扣掉这个休息 那人可能有 十几个小时是清醒的 就是 那当然拿来工作的时间 我们就姑且算8小时好了 那你看 假设论真工作是8小时的话呢 那Linus Twas说 他需要花 2到3个小时 来阅读信件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那个资料量 那最终于当然 那是20年前的访谈 我不知道现在 那个Linus Twas 他的时间安排 所以你要知道 就是说呢 这是一个很大分量的事情 所以也因为呢 你其实 如果在Linus Kernel Mail Link List 发信呢 你如果写不好的话呢 很可能会占据 上千上万个 Linus Kernel 开发者的时间 所以其实这边 有很多规范 这边规范就是 请你认真呢 去阅读 就是说呢 就是他有一些流程 然后跟你讲信件 要怎么写 要注意到什么事 诸如此类 这边有些 注意须知 然后呢 如果你发现呢 记忆了好几天呢 其实 石沉大海 那其实呢 其实 很可能是开发者 他们 还没注意到而已 然后你看像这个 就是他在 10月15号 发信 然后过了一周 终于看到回复了 然后就 Aurprise Thanks Aurprise Aurprise 就是把你提交的修改 然后真的打进到 Linus Kernel里面去 那最后这边打进去 Linus Kernel 他不会立刻发布 他可能会在 下下次版本来发布 就说以先来讲话 以今天是3月6号来讲话 Linus Kernel Linus Kernel 3点 不是3点 抱歉 Linus Kernel 6.2 6.2在2023年的 2月发布 然后 所以你看这是6.2对不对 6.2在3月3日的时候 已经有稳定版更新 所以6.2.1.2.3 也会加上去 然后目前 主干在开发的版本是6.3 然后你要注意到 如果你像刚才那个同学一样 提交Linus Kernel的贡献 那会出现在哪一个版本呢 在此时刻应该会出现在6.4版 而不是6.3版 因为6.3目前就这样 已经是在RC阶段了 注意到这个RC就是什么 就是他是一个Candidate Release Candidate 就是表示说 他其实就是只接受一些修补 那如果说你要新增功能 或者是要一些 可能有风险的这个变更的话呢 那是不会加进来 它会放在这个6.4 那6.4呢 就是对应到此时此刻的Next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像这个 这边有个分支 它叫Next 2023 0306 意味着什么 其实你就会 如果Kernel的开发者呢 看到你的修改了 他把它Apply 其实如果对应到 此时的情境的话 会是这个Next 这个Bridge 也就是说 你的修改会在6.4版出现 那6.4版什么时候出现呢 Linux Kernel的开发规律 就是每10到12周 会发布新版本 所以其实不会很远 你看 2023年2月的时候 发布Linux Kernel 6.2 那也就是说 过了10周 会发布6.3 6.3什么概念呢 大约5月就看到 203年5月就看到了 那如果说 你在此刻做了贡献 的话呢 你在什么时候会看到 你的修改呢 其实你应该在7月吧 就是可能7月8月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其实很快点 然后呢 你要想就说 就算是最小修改呢 其实这就是你在Linux Kernel 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这个是很棒的事情 所以我这边强烈建议 大家一定要去尝试 而且你根本就不用 做很大的贡献 其实就算小的贡献 也没关系 所以台湾人 台湾人可能比较偏要说 干一票大的 可能台湾人对小而规律的贡献 比较看不上眼 但是说真的 小而规律的贡献呢 其实反而在欧美文化来讲 可能会更适合 更偏重这个部分 我们台湾人就是喜欢说 干一票大的 就是什么 韩创十年无人问 异举成名天下之 就是那种 以前那种 可能就喜欢这种风格 但说真的 小而规律的修改 反而更适合 这种工程 对吧 我们工程呢 说真的 我们不需要那么多天才 我们已经这个世界 有很多天才了 但是真正欠缺的是 能够把事做好的 能够跟天才们一起合作的人 这个是其实说真的非常欠缺的 好 然后像你可以看到 来讲话 这中间就有很多通知 然后去年我们有同学 成功的做到这一次 像这个同学 他就在写我读的书 晚点会看得到 然后 对 提起大家 就是这个 要去填表单 填表单才会拿到书 然后 他就去阅读 阅读程式 然后发现 奇怪他怎么看到这个东西 就是POT 它是叫 Per Entity Load Tracking 就是顾名思义就是说 它跟系统负载有关 那透过一个数学式 其实数学式很简单 就是一个简单的 单纯的多项式 在我的书本上有提到 然后他发现一件事就是说 现在讲数值范围的时候 有这个1002到1024 那从这个中间表示 大家看得出来 就是说 这个框起来部分 其实它是什么 它就是讲 介于1002跟1024之间的数值 对吧 那你这边来讲话 就是 这个就是 到底是包含是不包含 好 那后来呢 这个同学发了这个patch之后 才发现什么 这个其实中华号 在这个 在这个什么 这个方华号 在 法语 你知道法国人在 数选是很强的 一直到今天都还是很强的 然后呢 其实他有这个 标示方法 跟我们看 看那个英式的标法语 有些落差 那其中是这些落差 不过这还是很好的 因为他就了解到 中间要做哪些准备 然后做哪些调整 然后 那最后这中间呢 有很多很讲究的事情 然后呢 后来他又发现什么 他又发现说 在阅读那个 User Mode Linux 这我们之后 也会来介绍这个专案 那这个专案呢 是林斯克隆一部分 然后他什么 他就说 开发 就克隆开发着很多种 有脾气比较火爆的 比方说以前的林斯托瓦斯 那也有像这个Jonathan Jonathan Jonathan Kovett 那是一个非常友善的开发者 我们课 大概有十个学员 做出的贡献 都跟这个Jonathan Kovett 有关 然后呢 像这边来讲的话 他就发现什么 他就发现 他就是一个错字 或是缺个字 然后呢 他就什么 就是去提交 对吧 然后呢 就提交什么呢 对不对 Congratulations 对不对 好 对不对 你第一个课的贡献 那最后这个就是 不要觉得这个东西小 然后呢 觉得不做 台湾有太多人呢 因为觉得小 而不做 因为太多台湾人 就是一直在幻想 做干一票大的 但是说真的 要干一票大的之前 是不是要做一堆 小而扎实的事情 这也是我们课程在意的事 好 那总之呢 就说呢 我们在这门课呢 就希望能够引导大家来做这件事 注意到 我不认为说这是有什么神奇的事 都了不起的事情 我觉得提交坑头是一个 本该如此 注意到我用的词 本该如此 对吧 你要跟人家说 你很有热情 最简单方面就是什么 你就不要跟我说 不要在面试场来跟我说 你很有热情 那我就 证明啊 你就是说 请你打开Ninskone的Source Code 请你打开LVSource Code 请你打开这个这个什么 那个Mozia的Source Code 请你打开Chromium的Source Code 那这边就是我过去的贡献 对不对 这种就是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 朴实无华 对不对 且踏实 对吧 就是讲自己 投入的最简单方法 就是对OFN的贡献 因为这个东西是不能磨灭的 就算呢 新版的程式把把你过去做的贡献 做的变更 对不对 因为开发纪录是追得到的 所以呢 这就是非常棒的 反过来说 你说你在学校做的什么贡献 都会变成怀疑说 是不是学长学姐帮你算数学 那你是做实验 或者说 是不是指导教授帮你写论文 或者你是花钱买 你说能够花钱买 买那个Patch贡献呢 也许有这样的补习班 但是说真的 它是有一定的难度 而且它说真的需要一个 一定的热情 跨一些门槛 那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补习班 应该不会愿意做这种事 好 那总之 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在意的事情 然后呢 Linux Kernel 有大量的地方可以贡献 我们从第一周 第二周到 第三周 你可以看到说 其实我们都有点到 Linux Kernel的某些部分 其实你在阅读过程的时候 就会发现 其实有些东西 也许是改得动的 或是说 也许Linux Kernel 已经考虑很多了 但是还有些东西可以做 我们就给大家一些提点 那其实这是可以做 好 那我们之前上课讲过 我们前六周的课程 我们密度会比较高 就是 翻译就是 反正你每天给我写作用就对了 反正你每天投入课程 然后呢 这个我们预计呢 在第六周的时候呢 会开始来安排 一对一的讨论 那这一对一讨论 就是我要了解你的状况 学习的状况啦 你的期待啦 那如果说呢 你发现呢 你可以开始对Linux Kernel做贡献 请你告诉我 因为这东西呢 是 我们希望大部分同学 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然后我们去年 就有七位同学 然后在前年的话 大概也是有不错 大概有五位同学 所以这个 大概就是有十来位同学 那我相信今年 有机会做更多 主要 这不是什么神奇的事情 就是本该如此 好 然后我们来看 那这个是一个 这个系列的文章呢 叫做 追求神乎奇迹的 城市设计之道 这是有一个开发者 叫Vegard 你可能有看过他的文章 那他是我台中医中的学弟 那就是一个 我们学校 传奇 传奇人物之一 然后 这篇文章很长 就是 因为他本来就写了 一系列的文章 那Vegard呢 从台中医中毕业之后呢 到台大 台大资讯系 那后来呢 到MIT 美国的MIT进修 然后 他从MIT 博士班毕业之后呢 创立自己的公司 做这个 做这个金融 那更早之前 他就在Google 然后后来 后来他发现 还是当工程师 因为做一个经济者 要考虑事情很多 那所以后来 就加入Dropbox 一直待到现在 就是 然后 Vegard在那个Facebook 有一个 粉质专业 你可以去 可以去看看他的那个 他的一些所见所感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 他现在很少在分享 那个写程式的议题 毕竟他有家庭 然后考虑事情比较多 有些东西可以 可能涉及到公司的 这个议题 可能不方便讲 不过他早期文章呢 有很多都是跟程式设计有关 尤其他在台大的时期 其实发表很多那种 竞技层次设计 不是有竞技那个竞技 就那种比赛 就那种那种 IOI 还有那种 ICPC等级的那种 层次设计竞赛 那里有很多文章 不然说 这个他的网 网制也很好 那这边我就 摘录几点 摘录几点给大家看 然后 注意到他这边 讲的就是 讲到什么 就是专业 你要知道就说 像这个媒体工作者 在台湾 现在在台湾 其实不是被认定 说一个很 很高尚的职业 对吧 那其实呢 你要知道 就是在二十几年前 记者呢 其实是一个很难 就是 其实社会地位 不算低 你知道二十几年前 记者地位 有可能会比工程师高 为什么呢 因为在二十几年前 网记网路还没有 那么盛行的时候呢 你想 一个品牌要能够 有争取的曝光 他就是要人去帮他写 写那个稿子 然后有那个采访 而且呢 就是在二十几年前呢 其实不止网记网路啦 不然说当时的风气嘛 就是一个人要表达自己意见 其实这个很困难 我们现在表达很容易 但是你要想 在二十几年前 这件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不信的话 你问问你爸你妈 你问看你爸你妈 在二十几年前 有没有尝试去表达自己意见 那很难的 就是 已经不是什么威权主义的 之类的 就是可能 就算你敢 也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管道 而且你要想想看 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得更长以前 如果是拉到三十年前 那三十年甚至还是建议时代 建议时代 其实你很难想象 建议时代那时候有宵禁 就是晚上的时候不能出门 不信的话 你自己问你爸你妈 就你会觉得很神奇 三十年前 台湾还是在一个军事威权的时代 那总之就说呢 在二十几年前 其实记者还是一个 社会地位很高的一个职业 但是现在来讲话媒体工作者很难被普遍的大众尊敬 说真的很大问题 其实就是这媒体里面真的出一些问题 那就是有很多那种应付了事 那反过来说工程师 其实在这样的状况 其实也是很显著的 你可以看到说在二十年前 所谓的科技新贵那个年代 科技新贵那个年代 你会听到一堆什么神奇的人 拿了大钱 然后就退休了 甚至什么 就是反正那个年代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 你看看就好 那你要知道就是说呢 如果台湾在二十年前 科技新贵都那么优秀的话 为什么现在的科技在转型 或者说我们在发展呢 其实很难会有一席之力 我们台湾有世界一流的台积电 世界一流的联发科 世界一流的像这个 像瑞宇这种 就是有很多那种世界一流的电子公司 但是呢 我们在很多地方呢 其实说真的是 沾不到边的 只有你在学习作业系统的时候呢 会更深入看电子公司的时候 你会觉得那种挫折感 那是很明显的 那其实有一个很显著的问题就是说呢 的确过去有记得利益者 但这些记得利益者呢 其实他没有把自己的专业留下来 导致了后来去接棒开发的人呢 其实他没有想到钱人的好处 然后他可能要解决钱的很多问题 那这件事呢 终究呢是会有解决的 只是说我们在台湾 台湾工程在做这样的一个转型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 其实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大的 然后呢 那这边呢 我也是想要借助这个 借用Vega这句话呢 来表示我对这门课的期待 我们这种课呢 你可以看到说呢 我从那个用字浅词 对吧 就是用语 排版 对吧 不是不是程师马排版而已 对吧 你的写记录呢 我就是要给你排版 该控格就要控格 该用什么字就要控 你说这是不是都归毛 对 但是这就是把事做好 因为我们台湾弥漫了这种 应付了事的形态 弥漫了十年寒窗无人问 一己成名天下之 就是好像好像考取了状元啊 好像那个金榜提名之后呢 人生就顺遂了 不用再去做一个统筹规划 不用再去跟其他人合作一样 这是不是的 工程是要把事做好 好 那这个 这是Vega里面启动规划 然后呢 你可以从我们之前课程的这个检讨 怕你还没看的话呢 可以看到说我们在第三周 有指定一个新的作业 叫review 在review来讲的话呢 我们就去回顾 就是我们有一个解说录影 请你一定要看 就是看说 我怎么去回顾同学们提交的作业 那你可以刚才说呢 其实我们的 我的准则真的很单纯 就是这边也是呼应Vega的 他的这个结论 就是说什么 你能不能写出简洁的程式码 然后呢 你又要写出这个弹性高 就是我们在程式码可不可以重用 所谓的code reusability 然后当然效率很关键 所以我们讲的效率不是更快 就是我们要考虑到就是说 时间复杂度 空间复杂度 而且或者说呢 就算是同样的时间复杂度 我能不能比原本的实作更快 比方说原本的实作呢 用到诋毁 那我可不可以避免用诋毁 就是说 我还是同一个演算法 比方说much salt 但是原本要用诋毁来实作 我可不可以不用诋毁 然后呢 那我也不要依赖对于stake 就堆叠的moning 来做这些事情 所以这些就是一系列的12跟最佳话 那这个就是 Vega在他的神乎奇迹 程式设计之道 这个讲座跟大家谈讨 好 然后 那我讲到这边呢 也希望大家了解到 为什么我们那么重视这个细节 因为真的只有把细节做好呢 才能够掌握 好 然后提醒大家 记得填表单 一定要填表单 尤其是选课的同学 一定要填表单 你如果因为 没填到表单 没有收到通知 那是你的问题 不过呢 这个填表单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 好像没那么容易 不是 注意一下 这个填表单是要花时间的 为什么花时间 你打开表单就知道 其实要阅读之前教材 才会要回答 然后你如果真的不能回答 导致 不能回答里面某些问题 导致不能提交表单的话 请你 请你来找我 如果你花了很久时间 注意一下 不要Google搜寻的 Google搜寻是找不到 这个表单的答案的 所以你要 看之前教材来回答 好 然后 然后我们来看 就是说我们第一周 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什么 Link List 而且Link List 封格的Link List 就很特别 对 这Link核心风格的 链接串链是什么 是环状 双向 就是什么 Circular Double Link List 然后这是在第一周提到的 那第二周我们提到什么呢 我们提到Hashtable 然后也提到说 这样的一个Hashtable 它需要一个 对应的Hasht function 然后我们有做相对的解释 好 那是我们在第二周 介绍的Hashtable 那么在第四周 就介绍这个红灰数 其实这个 我们讲的介绍也不是 也不是什么全新的东西的 其实你在第三周 或者你在更早的资料结构的课程 就学过的红灰数 当然是Ninx核心的红灰数的实作 跟你想的很不一样 我们来看看 很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就真的很不一样 应该说Ninx Kernel 很多地方都跟你想的不一样 好 然后呢 现在讲你懂的地方 它是一个Sav Bank Street 然后呢 这个Sav Bank Street 在这个新增删除搜寻的时间复杂度 维持在LogN BIG O LogN 然后 那注意到呢 就是它跟一些 你看到的一个平衡数呢 其实它的那个行为是不同的 然后这边会有个 看到一个件事叫做Black Heights 然后这个就是 哎呀 我写错字了 不是这个树啊 是那个树杖树 树叶的树 然后呢 注意到呢 它的这个树高的定义 是从什么呢 是从这个 给定一个X 那就从X到任何一个 它后代末端的 那个节点的路径 然后呢 不含自身呢 去看了它这个 标示成黑的 节点的个数 然后这是你过去 可能已经有学过 那那就是要复习的嘛 然后我们 我们之所以呢 先出第三周的作业 也是顺便 顺便要你自己先看 然后我们再做讲解 然后注意到Linus Kernel里面呢 其实很多地方都有 很会数的踪击 现在有个东西叫HR Timer 注意到这个HR 是什么呢 不是Cuban Resource 不要想话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是叫做High Resolution High Resolution 不是的 Resolution Timer 就是呢 我们在作为系统排层的时候呢 我们会用到这个 我们所谓叫 Always Timer 或是Always Tick 那那个Always Timer 跟Always Tick呢 一般来说 它的这个 Resolution 我们把它翻译成解析度 然后对外把它翻译成什么 对外把它翻译成分辨率 不管是解析度也好 分辨率也好 就是一般呢 作为作为系统排层 所用的这个Timer呢 它会是mini second 这种等级的 例如呢 在Linux的这个核心呢 预设 如果是针对Ron Robin 所谓的RR RR排层的话呢 它的这个 时间间隔呢 是10个mini second 10个mini second 但是呢 这样10mini second的 这个时间间隔呢 其实怎样 其实它对很多操作来讲 可能太 时间的刻度太大了 所以呢 在Linux Kernel呢 或是相似的 这个作为系统呢 其实都会想办法 去使用硬体的计时器 那这些硬体的计时器来讲 都可以做到mini second等级的 就是10的-6 -6次方秒 这种等级的Timer 那你说呢 有没有更精准的Timer 有 在某些电脑呢 它是可以搭配 某些特色的硬体呢 可以做到 10的-9次方秒 也就是耐秒 所以最大 就是 我们刚才讲 作为系统排层呢 像那个R 像让R排层的演算法呢 它一般用的这个 间隔呢 预设呢 是10个mini second 就是mini second等级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运用硬体的这个 寻常硬体 大家用的这个 手机啦 大家用的这个 桌上镜电脑 或是智慧电视这些装置呢 它是有办法做到microsecond等级的 但是呢 在某些应用来讲呢 它需要nanosecond等级的 然后注意到 什么时候会需要nanosecond等级的 比方GPS GPS呢 它其实需要搭配原子钟 指钟 大家不要坏药 很难讲对不对 原子钟 好 这个就依据那个 什么呢 依据 依据广义相对论 跟狭义相对论 那就是简单说呢 依据广义相对论 跟狭义相对论呢 事实上呢 我们光有 光把这个人造卫星 搭配有这个 这个什么 搭配有这个 呃 人造卫星呢 发送到天空呢 其实是不够的 好 我们知道就是说呢 在 人类呢 第一个 人类发送的第一个人造卫星 也就是Spoenic 那个 那个当时叫苏联 前苏联的Spoenic 在 到这个 地球轨道 作为一个人类史上第一个人造卫星的时候呢 其实那个年代还没有GPS 那后来呢 才陆续发展这个GPS 那注意到GPS在 呃 国家来讲的话呢 就是在国 大国之间的较量呢 其实是一个国力的展现 那美国呢 会有GPS 全球定位系统 那中国呢 会有北斗 就是被怀疑 就是北斗 其实那个北斗 反正那个 中国的这个 航空航天呢 有很多那种 听起来很中俄的 中俄的名字啊 就是比方说 灯月体 那个月球探车号呢 就叫什么 就叫嫦娥 那你说有嫦娥 有没有玉兔 有 而且真的那个名字就叫玉兔 嫦娥 反正就是 就是那种东西 然后呢 你要知道一件事呢 就是 我们把 这个 卫星呢 放在可靠的轨道上 然后我们可以用什么 三角定位方式 可以定到什么 定到位置 这是GPS原理 这个你必然上这本课就知道 但是呢 这件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依据广义相对论跟狭义相对论呢 其实我们的这个GPS呢 其实会有什么 会受到重力的 就是会受到重力的影响 那所以呢 其实这个测量 因为它测量实用必须非常精准 好 否则你 你计算出来的这个 地点呢 其实会有落差 所以事实上呢 在这个 如果要做GPS的话呢 其实我们需要 Nano Second等级 那 所以这个是一个 要特别去留意的事情 好 不过呢 这个地方你 先我这个方面的概念就好 就是我们在 稍后呢 还会再跟大家讲这个 跟实际有关的部分 然后呢 也因为呢 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呢 其实我们需要很多这样的一个 不同的计时器 好 然后那系统呢 就可能会有 触发很多不同的计时器 好 那最后这个HR Timer 就High Resolution Timer 这个东西呢 就是如果你有去买过那个炸机 就炸机店 对不对 那个那个 路边摊那种炸机店 炸机店 那种炸机呢 你没想到老板呢 就会拿一个什么 拿一个计时器对不对 你就说 老板 药切不要辣 这个时候请你给我那个 香鸡排 药切不要辣 你用帅气的 回回头发 对不对 然后老板就 知道了 就按下什么 计时器 因为他就是把他那个 把那个 那个预先处理过 腌制过那个肉 然后投入到 辣油去 去炸的 的时候呢 要做什么事呢 要去计算时间嘛 让他设定三分钟 好 那又来又有个客人就说 老板 又切不要辣 又切不要辣 再来一个 耍帅 又切不要辣 老板说 好 然后又有个妹妹 说 老板 我要吃一半的香鸡腿 然后要切 一半分给我 我男朋友 然后老板说 知道了 一样设定什么 计时器 所以你看到 这三个计时器 在不同时间里进来 所以你看到 他如果说 你做一个时间走的话 就会像什么呢 就是说像这个 对不对 就是说如果他像时间走的话 可能是第一个时间 第一个帅气的男同学 第二个帅气的男同学 第三个客气的女同学 在这个三个时间 那他当时间到会 会有他弹药 对不对 就时间到 滴滴滴滴滴 就时间到想 那这个就是 就可以用红黑素 那注意到呢 我们之后呢 也会有一个对应的 测验题 还有练习题 是跟这个有关的 然后再次档案系统 那档案系统的话呢 像那个EST3 EST4 其实他也会用红黑素 来去制作 那个内容变更 就像我们的档案系统呢 对于 对于这个应用程式来讲呢 其实是 很难察觉它的变化的 因为应用程式的 存取到档案呢 其实是透过什么 透过这个Fopen 对不对 Fopen Fread 他是透过这些什么 这些韩式呼叫 然后呢 这些韩式呼叫呢 最后会对应到什么呢 最后会对应到系统呼叫 对吧 然后 所以最重要 我们多半的时候呢 我们不会直接存取到 档案系统 我们会透过 刚才提到 Fread Fwrite Fcross 这些什么 这些韩式呼叫 然后呢 这些韩式呼叫 背后的实作呢 会运用到系统呼叫 那这些系统呼叫 要才真正呢 去跟档案系统打交道 而且打交道呢 可能还有好几个层次 所以这样呢 在这个电脑科学里面 有句话呢 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 电脑科学里面有句话呢 就是讲的 interaction 就讲这个 哎呀 自己写书有个好处 对啊 就是自己写书的好处就是 就是随时都可以查自己写书 好 interaction interaction 哎呀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慢 好办 好 我们等一下 这边有一句名言 注意到这个名言呢 其实很 很难考虑啦 就是这个 如果你在 维基板课找这句话呢 其实你会找到很多版本 好 那这边呢 我们用这个 Healer Healer的版本 它是什么 All problems in computer science can be solved by another level of interaction 所以说 跟你说什么呢 就是在电脑科学呢 所有的问题呢 都可以提出 就是 透过另外一层 就是我们一个 那个 对一个界面 做封装 或者提出另外一个层次 的一个抽象层次 然后我们可以去包容问题 像你看到 我们的电脑里面呢 我们以Linus来讲话呢 其实我们 我们Linus里面呢 有什么东西呢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档案系统 但是很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今天用Fopen Fread Fwrite 其实呢 你可以存取EST3 也可以存取EST4 你可以存取Vfax FAT的档案系统 其实都可以存取 有趣对不对 就是你不需要呢 针对不同的档案系统 使用不同的这个Function Code 使用这些韩式呼叫啦 或者使用不同的系统呼叫 这是不需要的 所以基本上呢 这件事就是什么 一个indirection 好 然后呢 但是我们这边讲的 并不是说 档案系统的操作的一个什么 不是那个界面 也就是说 系统呼叫怎么去存取到 这个EST3 不是 我们讲的是更里面的实作部分 这个里面的实作部分 是EST3 然后档案系统呢 为了效率考量呢 他并不会说呢 使用者 或是开发者期待 做什么操作 就立刻变更 其实他会先把这一 会把这一要求先拿 先 先记录下来 真的有点像你高中的时候 对不对 你高中的时候做什么事 你高中很厉害啦 对不对 又要考国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 然后那个生物 生物要考 对不对 然后那个 地理历史也要考 然后 音乐啊 要交报告 然后那个工艺啊 美术啊 对不对 也要交报告 所以你通常做法是什么 你就是把这些要求 先记录下来 然后呢 在适当的时候呢 在一次 或者找一个适合的时候呢 就是 去进行这些操作 好 然后这个 记录这个操作呢 就是使用红维数 所以我们看到 跟那个HRTimer 其实做得很像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来是CFS CFS呢 也是我们这个 我写的书的重头戏 对不对 我为了 CFS是写一本书 然后 这很有趣的 这我之后上个 在跟他讲 这个写这本书的考虑数 然后目前呢 已经写了这个 写了两百 两百四十五页 然后预计写到四百页的时候 应该会拿来出版 希望 希望希望 希望希望 好 然后呢 在 CFS呢 它很有趣的 就是说 它的名字呢 就是完全公平的 这个排成器 不过你把翻译成中文 也是听不懂 对不对 我们还是 姑且还是叫CFS好了 然后这个排成器 很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呢 它里面呢 也使用到 红黑树 那这个红黑树的考虑因素是什么 因为它需要频繁的插入 跟删除节点 那其中每个节点 就对应到一个任务 然后开发者就选择这个红黑树 然后它做了一系列的 效能的调整 注意到 它跟你看的红黑树很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 有这样一个材料 所以这里面还有很多可以探讨的 所以我们预计呢 本周 引导大家一起来探讨 然后呢 一起来探讨之后呢 你可能就跑出 变成这里面的一个人 一部分人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教材 不是只有授课教师能够编撰 其实我们让同学们也可以去参与 因为我们的教材 有一定的能见度了 比方说你在台湾搜 在Google上 搜寻这个 Linus核心 Linus kernel 像这样的关键字 你会找到这门课 那如果说你贡献的材料 成为这门课的一部分 其实这个很好写 对不对 就是你在写履义表的时候 就说 我这个不仅投这档课 我也跟授课教师 一起写教材 然后有上千人 可以因为这件事受益 对不对 就是我们就可以讲一些很 很谦虚 对不对 但是又怎样 又又不失 展现自己专业的话 然后再来什么 再来是虚拟机体管理 这个东西问题可大 就是我们以后有专门的讲座 讲这些事 其中有个东西叫VNA 叫Virtual Memory Area 我们知道Virtual Memory 它会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硬体 叫做MU Memory Management Unit 中文翻译叫做 记忆体管理单元 注意到这个记忆体管理 做事可多了 就是举凡虚拟机体例子 Virtual Address 跟Physical Address的转换 就是Translation 你过去所知道的事情 然后呢 其实有一个很难的地方是 页面的变更 因为呢 这个以数学函数的关系来看的话呢 VNA呢 它可以是多对 它可以是一对一的关系 也可以是多对一的关系 然后呢 更麻烦的地方是说呢 因为我们中间会涉及到像那个Map Map是什么呢 它就是所谓的这个叫做 叫做机体映射 Memory Map Memory Map Management 然后这个东西呢 很麻烦 就是 使用已经很麻烦了 使用有人都注意事项 你有没有看到这MainPage MainPage行写 有好多东西要注意的 使用的时候已经很麻烦了 更麻烦的是它的实作方式 总之呢 就是呢 其实呢 它的难度就是说呢 其实呢 我们会有很多区域呢 是已经映射了 就是说我已经 因为它可以做多对一的关系 就是多个Virtual Address 可以对应到同个Physical Address 然后那是Kernel 原本就允许做的事情 而且更麻烦的是说呢 你可以对已经 对一段已经映射过的一个地址 一个范围 重新映射 也就是说呢 原本它一个Virtual 对应到这个Physical 这时候呢 你又可以用另外一个Virtual 对应到 你刚刚已经映射过的Virtual 然后之后再映射到Physical Address 然后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们之后有些案例来做这个解说 总之呢 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然后这里面有大量的新增删除 因为它要做这个对应 还有取消对应 所以新增删除很频繁 那注意到呢 目前呢会使用这个红黑树 但注意到呢 在这之后呢 会改用一个东西叫Mapletree 就是在Oracle公司主导 然后从2021年呢 就是从2020年正式加入Linus核心 现在Linus核心的虚拟机体管理呢 已经使用到Mapletree 然后不要去Google搜寻 Mapletree你会找到那个 对不要怀疑就是风树 就是风叶 对不对 北美洲的那些很知名的风叶 风树 你会找不到 然后呢 这也是为什么呢 我们要有这个讲座 因为其实Linus客总其实会改 那为什么有这个考虑呢 我们等一下再讲 总之呢就是说呢 我们这边呢 并不是要把教科书讲的东西的 重新讲一次 注意到那是你 你自己该回去翻教科书的 的准备工作 我们要讲的是Linus核心 特有特别要考虑的议题 然后在讲这个细节之前呢 那我们好奇说呢 有一个东西呢 叫也是自平衡的树 叫什么呢 它叫Abiotree 发展时间呢 其实相似的 就是红黑树呢 是1978年 然后这个Abiotree呢 这个为什么名字那么奇怪呢 其实三个人名字 就是三个发明的开头 就是它的last name的开头 A.V.L 然后呢 你看到时间点呢 其实也是 也是很有历史的 这什么时间 196年 反正就是说 红黑树跟Abiotree 其实都很古老 你看1962年有Abiotree 这先有了 然后红黑树呢 1978年 其实也是很古老的东西 然后呢 这边要注意的地方在哪里呢 要注意到的地方是 为什么呢 我们不实 就是Abiotree在坑里面 其实有存在 就是我们上个座位 有要求大家去检索 其实你可以看 Gitlog 你可以到 但是陆续呢 被红黑树换掉 可能还有一点点呢 是红黑树 就是 还是Abiotree 那这也是各位 可以做贡献的地方 所以不要 不要少掉这个机会 其实这些地方是可以做的 那如果我们只看树高 就是这个tree的height 然后呢 虽然它的复杂度呢 都是BIG log n 但是Abiotree呢 它是比较紧致的 就是在这边来讲话呢 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计算 那这个是其实我们在演算法 就是要学这个东西 去算 不是只是看BIG O 要能够知道它的系数 那这个Abiotree呢 它其实它怎样 它会略矮 虽然它的那个 随着资料规模的增加 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复杂 复杂度呢 是相似的 但是 但是 是相同等级的 但是呢 这个Abiotree 它的数高会略低 然后呢 大家注意到 就是说呢 其实Abiotree呢 在 在 在 需要 多个 多次的旋转 也就是 在 新增删除 的操作来讲话呢 其实Abiotree呢 有机会呢 是比这个红黑数率快的 好 但是呢 在 科隆为什么使用 那个红黑数呢 其实它主要的 考虑因素呢 就在于说 考虑因素在于什么呢 你看看后面有个结论 就是呢 因为像那个 刚刚的情境 你可以发现说呢 它是新增删除 的机会多 但是呢 它查询少 反过来说 资料库呢 它就会是属于这种查询 查询的次数 较多的这个情境 然后注意到这个 这个也是什么 这里是相对 其实事实上 以资料库来讲 它可能会有 很多不同的这个策略 这个我们之后也有机会 我们可以看一些题目 然后这边只是一个 讲个倾向跟偏好 其实最终呢 还是要看场景 然后呢 底下有一个 State Offload的讨论 然后 请你教它对照 休息一下 休息到 两栋 两栋 动不动 好 继续 继续谈太头 好 然后呢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 Ariotree跟 那个红黑树的比较 然后 在 另核心来讲的话呢 因为会有 较频繁的 新增跟 删除的操作 好 那这个 这个在 红黑树呢 是 比较恰当 然后最后这个 也是相对 好 然后呢 底下呢 就是一些 一个比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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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数是这样 就是呢 其实Ariotree的 平衡度 较高 就是你可以看到说呢 它这个要求呢 是比较高的 就是左右指数的 高度 不能相差2 不能超过2 然后 会花在 更多时间 做 做 做平衡 然后 那如果说呢 你的摄取是较多的话 就像刚才讲了 资料库的情境 当然这边讲资料库情境是很不 很不精准的说法 因为我们这边讲的资料库呢 跟各位讲的资料库很不同 对 各位讲的资料库可能是讲这个 透过SQL啊 然后是这种 观念性资料库啦 或者是那种 甚至是分散式的那种资料库 其实要考虑做议题的 多得很 那这边只是 讲的单纯的资料的操作 如果是以这个 检索居多的话 那应该要使用Aviotree 然后最后Linx kernel里面呢 如果你看那个Gitlog 跟检索程式码的话呢 你会发现说 Aviotree呢 其实它存在一阵子 那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这些呢 存在Aviotree呢 很可能就是来自 某公司内部的专案 也就是说 因为很多公司会对 Linx kernel做出贡献 对吧 然后贡献的时候呢 其实你发现 原本他们就是使用Aviotree 然后贡献到Linx核心的时候 发现什么 其实可能用红黑素更恰当 这中间有很多讨论 那其实从这个讨论呢 你也可以学到很多 工程上的什么 刚刚前回讲过 讲过什么 Track-off 就是刚才那个 这个 就是说这个 We got的提醒我们大家 就是这个一系列的取舍 就是Track-off 好 然后 再来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很好 讲 Amortize Update Cost 这个字 如果你看一些财报 就可能比较容易看到 这个在讲什么 就是它讲的是 可分摊的意思 就是摊题 像我们这边买一个设备 对不对 比方说我们买一个什么 比特币矿机 举例来讲 然后你买的比特币矿机 如果是十年前 什么时候可以回本 买比特币矿机 在 对 像2023年 十年前的话 买一个矿机 的话 大概是 大概两个月吧 一两个月就可以回本 没那么快 大概三个月 看一看你怎么 十年前就已经有点难了 就是大概三个月 三个月回本 就是大概两个月 三个月回本 然后那之后就是你赚了 对不对 你买一台矿机 它其实需要钱嘛 而且这个钱呢 不低了 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 刚到学校的时候 也不知道干嘛 就是反正学校 好像也没给我什么钱嘛 对不对 就是学校 学校给我一间办公室 给我个插座 然后给我 很宽敞的空间 宽敞到我都不知道干嘛 就是学校对我很好 所以刚来成大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空空的房间 然后有椅子有桌子 有柜子 但是里面都是空的 然后我也不知道干嘛 所以我就来研究 什么研究矿机怎么运作 那是学校专解钱吧 那所以我就 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摊体 对不对 就我就分摊 这个意思 然后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可以知道 不管是Aveal Tree 还是红灰树 它本身上 它都需要大量的rotation 不管是 就是前面讲的 不同树高的考虑树 但是这个东西 其实它的 它的新增的删除 是所谓的update 其实它的代价 其实不低的 但是在红灰树 其实本质上 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就是说 其实如果我们去做一些实验 那实验的话 你会发现说 我们有机会 在这种 尤其是在那种 更新频繁的状况下 可以去比Aveal Tree 有更好的表现 然后这个换言之 如果你的更新成本 它可以被摊体 可以分摊到 你的操作上 我们就叫做 Amortize 然后反过来说 Aveal Tree 这方面就确保这个特性 就说 虽然Aveal Tree 在一些随机的资料存取 有它的效益在 但是如果说 你有频繁的update 其实就不显著 那这边有一个很好 这个也是在课论里面 有参照到的论文 然后最重要 你在 你会发现 阅读力是课论的时候 其实或多或少 都要读到论文 而且这论文里面 不是那种 只是阅读说它的定义 或者说季节论 那种论文就好了 这边是有大量实验数据 所以这样 我们在这门课 其实你会 因为这门课 学到大量的这种 工程方法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要求研究生 在我们第六周开始 会来要求 就要求研究生 要整理自己 在这门课 学到什么东西 不是学期末才整理 你在第六周开始 就要整理 整理什么 你在这边学到什么东西 那你在这边 有什么工程方法 也会获得一个起发 那你可以跟你的 制造教授 跟你的同学们讨论 那这是鼓励做的事情 因为 其实你在电视课档 可以看到一个 资讯科技的缩影 好 然后注意到这边 有一些用语用词 然后因为有些词 其实很不好反应 那么这边 只好可以给大家 一个规范 就是你看那种 在这种树状结构来讲的话 其实都有所谓的 parent parent note 那以前呢 你会看到 常看到翻译 就是什么 负节点 那偶尔会看到母节点 但是我认为 不管叫负节点 跟母节点都不好 因为呢 你有写父亲 就会有母亲 对不对 就是多半的时候 是至少在我们的 用词来讲 就是有父亲和母亲 但是在二元素来讲 就是你二元素来讲 有没有父亲跟母亲 没有啊 没有这个词 我们有parent 但是没有指定是father 也没有指定是mother 所以既然你搞不定 是father和mother 所以我们就倾向 用这个清代节点 虽然听起来 就是字又词比较长 就是用词比较长 但是精准一点 好 你可以去看那个 亲 亲这个字 不是亲爱的亲 是那个 就是亲属那个亲 那亲的这个字呢 就什么 双亲 雌亲 就是父母的意思 然后讲这个旋关系 注意到这个 这个亲 这个字 然后所以注意到 我们就请用 清代 清代节点 那你说呢 为什么不用上一代 注意到这个上一代 这个上一代 或是上代 其实这个东西 已经 这个词已经被滥用了 就是 打从了梁启超呢 在上个世纪 上个世纪初 去发明了 所谓的这个中华民主 那其实这个 有很多很糟糕的 东西跑出来 对不对 像这个 以前炎黄子孙 只是一个 怎么办 只是一个说法 但是 就是 其实 其实这个东西 像司马迁写那个死记的时候 其实他有讲到炎帝皇帝 对吧 但是他也是讲说 就是上古石头事情 对不对 他会用 他会自称说 他是炎帝跟皇帝的 的后代吗 没有啊 对不对 那你可能说这个 同样是讲这个什么 讲那个 像唐代 对不对 唐代我们知道就是 关隆集团 就是说 你知道这个是那个隋 那个隋代 就是隋恩帝 隋恩帝 他的这个什么 隋恩帝跟那个 李世民 唐代的李世民 其实有那个什么 有那个亲属关系的 然后因为他们都是 就是大量的通婚 然后也是属于 其实他也是 同一批关隆集团的 那个成员之一 然后但是呢 他们就不会讲说 他们是什么 他们就不会讲说 他是这种什么 什么炎帝跟皇帝的后代 虽然那个中古 你看古代有很多 不知道是什么鬼的东西 好 那总之呢就是 其实并没有上代 因为我们在汉语的上代 其实没有明确的 血缘关系 他更多叫做文化认同 对不对 就是说 上一代人 怎样怎样 然后我们这一代人 怎样怎样 我们上一代跟这一代 其实 其实那个血缘关系 是非常薄弱的 好 所以总之呢 注意到这个用词 那也因为呢 那上面讲清代节点 那如果遇到Siberian 就是有些词汇呢 有些地方会把它翻译成 兄弟节点 那但是这个翻译 其实也是不 不精确 因为既然 都没有父母的存在 就是你有Parents 但是没有Father 也没有Mother 没有很明显的 Father跟Mother 所以我们这边 遇到Siberian的时候 不把它翻译成兄弟 那这个也是一样的方式 那我说把它翻译成 这个平背 然后呢 如果是这个Parents Siberian Note 那我就把它翻译成 清代的平背节点 而不是用俗国节点 就是我们避免这个 用我们这个 带有父权主义的 所以要这个 你会觉得 这好像龟嘛 但是说真的 这就是精准 就这样 这个就是 并不是说卢教怎样的 偶尔你会听到我这个 不是偶尔 常常会听到我批评卢教 那但是说真的 卢教是我们这个文化的 这个一部分 那我觉得 没有必要去 特别去反对 但是有些东西 就是要特别小心 像这种称谓 好 然后呢 这个红黑树的这个材料呢 其实呢 已经很多了 那么这边就是做一些整理 那后续我可能还会再改写 那如果说你觉得 哪里写不好的话 你也是欢迎直接去 编辑这一页 那注意到的这个 红黑树呢 是二三四树的变形 所以其实在了解红黑树之前呢 你应该先 先学习二三四树 好 那注意到 二三四树呢 你可以让说它有一个 有个共通的特性 就是它是什么 它的这个 搜寻新增删除的时间复杂度 都可以做到 BIGO ROGN 这个等级 然后呢 这过程中就会分 二树三树四树 对不对 二树三树四树 那就是分别 画面中这个 这个观点 然后呢 红黑树是什么 红黑树呢 是这个二三四树的变形 然后1978年 提出来的 那注意到呢 在2008年的时候呢 共同开发者 就这位 在幼座的改进 然后他就有个叫做 左倾的 左倾的 哎呦 你知道这个左倾不能乱讲 对不对 左倾对不对 在有些地方要讲得很 要讲得很 隐晦 那这个 左倾的红黑树 简称叫做 LLRBT 好 那这LLRBT呢 有个好处呢 就是它比 1978年提出的更简单 更好 更好去实作 然后这边呢 请你注意到看这篇论文 2008年论文 然后底下呢 有一份材料 快速看它的材料 就是它的简报材料 然后 在这个时代 你真的要看东西要看快 就是不是浏览 那种快 而是说 你看一个材料呢 要能够去掌握说呢 事物跟事物啊 或者名词跟名词之间的关联 那当然这个 也许会有欠GPT这样工具 可以帮助啦 不过在电脑科学里面 可能这个帮助还不是那么大 因为毕竟确认GPT 唬烂的时候还蛮多的 对 确认GPT很容易唬烂 那我什么课程要用确认GPT呢 虽然确认GPT常唬烂 但是呢 在唬烂过程中 它可以产生一些程式码 确认GPT可以产生程式码 那中间呢 你可以发现说呢 确认GPT产生程式 可以刚好给各位做练习 去判断说 哪些程式码是有问题的 哪些程式码 做的小幅度修改 可以成为正确 好 然后呢 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就是 这个教材呢 就是讲这个 目标就要讲这个 左倾的红黑树 然后它就从这二三四树 去看它的一个 一些属性 然后说这个树高啦 然后这Basicase啦 然后它的那个范围 好 然后面呢 就要开始讲这个 左倾的红黑树 然后注意到左倾是很重要的 左倾呢 就是在Linux Kernel里面呢 也有这个相关的变形 然后在实书上有变形 然后这个材料呢 除了看图以外 其实你要看一些 这个它相对应的数学分析 那这个光是简报 就有78页 那论文会有更多 那大家一定要去看它 然后注意到这边 有几个约束条件的 就是说呢 所有结论不是红跟黑 就像印字上提示的 然后注意到呢 这个根节点 就是你的root root一定要是黑色的 就红黑树的根 也要黑色的 然后 在这边讲话呢 如果你存在着红色节点的话呢 那它的那个pattern的node呢 就是要有黑色的 不能全部都红的 那不能再红红黑 这也不行 就反正红的底下就黑的 然后呢 所有的leaf leaf呢 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末端 就是像树叶的末端 末端的节点呢 就是要是黑的 注意到这东西 那底下呢 有一些这个超书说明 请你交叉看 然后呢 红黑树呢 跟 我们之前讲那个link list 或者讲其他知道结构的时候呢 其实有很大差异是 因为它要做rotation 所以其实这里的实作呢 就很麻烦 而且呢 在实作过程中呢 除了要讲这个观点以外呢 其实还会有一些额外的技巧 然后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是你在书本上应该看得到的 那我这边就不赘述了 我讲 我就特别讲那个书本上 没看到东西 这个是 这个是 insertion嘛 然后书本上呢 比较少会看到说 用什么 用一个视觉画方式去呈现 你一定要去删除它 好 你看到画面中的有这个 50 25 30 80 然后这个35在这里 对不对 35介于25跟50之间 好 那么现在加入个15呢 加进去啊 15 好 那这个单纯对不对 黑的红的 好 然后呢 我如果再加一个呢 是介于这个50跟80之间呢 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75好了 75 好 然后呢 我再接着加一个95 好 到目前为止没有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对不对 那接着我要去移除某个节点了 好 例如我想要移除什么 25 好 25 好 说一下我要移除25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接着我要移除50 50 好 然后呢 你看哦 在右边的讲 不要动对不对 好 那如果说呢 我今天要移除95呢 看会发生什么事啊 95 好 这拿掉对不对 好 然后接着是35 好 然后呢 这个东西有趣了 黑黑黑 好 然后 就是我们刚才讲哦 不能红红红对不对 但是黑黑黑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就是 请你善用的这种工具 去学习 好 我记得我那时候 高中我在翻阅那个资料解读的时候 读这个地方我就读得很痛苦啊 就是因为转转去头很痛啊 但是如果说有一些辅助工具就好很多了啊 好 然后呢 我们就要讲这个删除 然后直接呢 去删除 因为红黑素是二三四素的变形 然后呢 如果你去直接删除一个三素跟四素 注意到三素四素对啊 三素四素 再讲什么 再讲这个 讲这个 三素四素 我们做这个操作的时候呢 不会影响到素的平衡 但是呢 如果是删除一个 一个二素的节点的话 会影响到平衡 所以这边在讲话呢 你就要搞清楚什么阶段呢 需要做调整 什么也就是它相对应的这个rotation操作 你要搞清楚这件事 然后呢 我们刚刚提到呢 左倾的红黑素 所以主要 我们这边讲的红黑素呢 跟你在教科书看的还是有点落差 对不对 因为它是一个 2008年修正的一个版本 那就是主要 你在看的时候呢 就要搞清楚说 你在那个树本上讲那个红黑素 其实有这方面有落差的 然后 所以这边在讲话呢 就是要找到什么呢 找到哪里要去做翻转 那一样呢 这也请大家可以看这个说明 然后那我这边呢 讲那个实际的程式码实作 那这个呢 这一张图呢 也是从我的书本 就有去探讨的 讲到3-3嘛 3-3 3-3讲实作 注意到呢 这些东西呢 其实你还是要有概念 否则呢 否则你看Linx Kuno说呢 终究会遇到什么 终究会遇到不知所赢的间接啦 因为这要管的事情实在太多啦 好 红黑素 就是像我这个 这一个chapter 这个第三章来讲什么呢 讲第一个核心 CPU排成器的实作 其实就提到 提到什么红黑素 提到它的 提到它的属性 然后提到属性还不够啊 其实你要知道怎么去拆解 怎么做它相关的操作 那所以其实这边呢 就是对应看这个原始程式码 然后会分好几个不同的case 来看看对应到不同的case 那这个程式码呢 其实就是修改至这个 rbtree.h跟.c 然后注意到呢 你看那个rbtree的时候呢 其实如果你直接看rbtree的 那个source code的时候 你会发现 很多地方跟你想的不一样 对不对 你虽然看得懂音色跟erase 对不对 但是呢 实际程式码呢 终究是会有不同的 比方说会有提到什么rcu啦 像这种东西rcu 然后呢还会提到说像什么呢 提到会像这种东西 然后你看到这边来讲话 你就要知道 诶 这发现什么 诶 看到这个地方 你就要一一想到 诶 这个是我们第一周讲的 什么 indirect pointer的使用 诶 都会表辑 就是有关系 好 然后 那它对应的程式码会在哪里呢 对应的程式码会在lipped底下 rbtree rbtree rbtree.c 然后呢 这里面呢 它的实作呢 很麻烦 就是 你在教科书看到红黑素已经很麻烦了 那这边呢更麻烦 就是你看到这个程式码600多行 看起来还好对不对 然后呢 但是呢 里面有很多case要处理啊 case case 然后 它有分什么 case 1 2 3 然后 就是有不同的这个 不同的 这万多数里面又还有不同的case 像是万多数里4 好 然后总之就是说呢 在这里面呢 它就是有额外去探讨一些案例 那底下的程式码呢 就是以linus核心的这个 红黑素的实作来做探讨 所以你这边要掌握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你要搞清楚什么时候要 什么时候要考虑到 平衡 什么时候考虑到要去做旋转 好 然后这边请你呢花时间去看它 因为这个真的是很多啦 就是跟他慢慢看 如果你发现里面有些描述错误的话 请你顺手改 或者说你在客人讨论去提出 你不需要在一开始就迷失在那个source code里面 否则那个会很苦啦 因为其实就是 你要搞清楚它的那个前因后果 我们知道前因就是linus kernel 其实大量有导的红黑素 然后再来是linus核心呢 在实作的时候 有考虑到额外因素去提升这个效率 然后呢它的操作呢 有个很有趣的样式呢 它其实它在实作来讲话的 有更好的locality 那这个更好的locality 怎么实作出来呢 有一个重要考虑因素就是 它想法去降低每一个节点 占用的空间 每一个节点占用的空间呢 其实要看架构来定 就是在一般64位的架构呢 做过一定的调整之后呢 它可以每个节点可以占24个bytes 那你可以从这个表可以看到 一个有趣的例子 就是说你看到不同的实作呢 比方说Redis tree 或是Mapletree 就晚点会介绍Mapletree 其实它占用空间来讲 相对来讲话的 红黑素呢每个节点占用是最少的 那换言之呢 这一个 就同样是cache Label1cache 来讲话呢 红黑素有机会呢 放入更多的节点 当然我们今天讲这个locality呢 不是只是讲的空间 特别还有 会分这个temporallocality 跟sparturelocality 然后但是如果说 只用这个单位空间来讲话呢 红黑素花的很大的力量呢 去开发者花很多力气呢 去调整 每个节点占用的空间 然后呢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 Linux核心呢 它的这个操作方式呢 它的红黑素的操作方式呢 跟Linux的Linux API的行为是很像的 就它的那个节点呢 是要迁入到要用的结构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可以对照看我们这上课讲过什么 container of 对吧还记得吧 我们在那个 Linux kernel风格的 的API里面呢 就会看到什么 就会看到 就是像entry 对吧 那每个entry怎么存取呢 就是用container of 这个什么 这个聚集来存取的 然后这样的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成员 比方说给你一个成员的地址 然后给你这个结构的定义 那你就可以回推 回推说这个 它所在的结构 开头的难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聚集呢 名字叫做container of 好 那这个东西呢 很强大的应用就是用在什么 用在这个 Linux上面 那当然我们在这个 红黑素里面呢也用得到 好 那注意到这个风格很重要 那这个风格呢 算很特别的 所以这个风格呢 我们称为叫embedded 注意到不是embedded system 那个embedded 这边讲的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rb node 就是像list一样 就是那个list node一样 潜入到你所要存取 所要去描述的资料里面 好 那反过来说呢 如果你看那个即将要介绍 到redis tree的那个maple tree的话 它是external 所以风格呢是不一样的 好 再注意到哈 所以这次为什么要先讲那个link list 好 因为我们讲了link list 之后呢就可以讲红黑素 而不是讲那个hash table 那讲了hash table之后呢 你对这个指标 好 好 还有这个linus kernel的风格 更多的认识之后呢 我们再看红黑素会更好 好 然后本周呢有对应的测验题 那你从这个本周对应的测验题呢 可以有机会让你对红黑素 这一系列操纵有更深刻的印象 好 那我们来看他的十座程式码 好 欸 你有没有发现这段程式码呢 跟第三座的测验题有没有很像 对不对 其实就改过来的 就是你可能不小心就找到答案 就是从linus kernel改过来的 那这个 说真的设计作业真的很麻烦 所以有时候题目出不好的话 请你原谅 因为这个每周都要出不同的题目 其实很困难 不过也不用太担心了 反正总是有新的 很多工程都要解决 所以我们就是总是可以往前走 好 那注意看喔 它那个设计很有趣 就是呢 你可以看到说在linus kernel里面 这个 它有个名字叫什么呢 就是有个align 就是这个还记得吗 我们在这个第二周 讲那个记忆体 linus 讲那个西元的什么 记忆体的管理 还有讲这个alignment 讲这些对齐 其实有讲到这个align 好 然后呢 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个align 好 大家看喔 来 align 欸 喔 我找错档了 不是这个 align 欸 align跑去哪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跑去哪 爽 啊 糟糕 那个那个 它要的是那个 RB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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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最近改掉了 好 没关系 RBNOT 这边顺便介绍啊 如果你遇到这种是怎么办呢 因为那个 Google搜索 那个 keyhub搜索很烂 很难用 没关系 你又有这个可以用这个lsr 好 这东西好用多啦 好 RBNOT RBNOT 就是lsr很棒的地方是 它可以给你不同版本的 好 比方说我现在想要看最新的丁实课图长怎么样 好 那所以呢 事实上呢 RBtree里面它会用 它会引用到这个RBtree Types 好 好 所以呢 那个宣告呢 其实是在这里 好 所以看到 这边呢 这边是有这个什么 有三个 三个成员 两个系列 修改 这个看到的同学 顺便帮我改 我刚才那个 你看到这一段的同学 顺便帮我改 这应该讲那个Type 所以不是RBtree.h 是讲Type 好 那这边你可以看到说呢 这边就有三个成员 RBtree 两个系列 好 这边三个成员呢 你看到 Current 不是Current 抱歉 Parents 跟Current 然后再来是 Right 跟Left 好 然后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 就有三个结构 然后这个 这个三个结构呢 你看 Align是针对什么 针对Size of Long去Align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要看到 LP64 我们第一次在什么时候看到呢 我们在讲那个 64维元的处理器架构的时候 提到LP64 对不对 那LP64呢 就提到一个表格 这个东西呢 跟不同的作业系统又有关系的 那我们绝大多数的 Unix 还有Linux系统呢 在64文架构的话呢 就是采用LP64 LP64很好记啊 就是Long Long Long是64 P呢就是Pointer 所以Long 跟Pointer是一样宽的 注意到 在LP64的话呢 那么这个 这样的操作呢 其实就是针对什么 64个bits 去做alignment 好 那很有趣的地方是呢 它每个node呢 就24个 每个 每个 每 就是因为 你看喔 这边alignment就是8个bits 然后那边有三个成员 对不对 所以呢 事实际上你就是针对什么 就是这个是L 这是P 所以这边8加8加8 然后呢 8324 所以这是为什么刚刚讲那个 有个表格讲24个bytes 好 就是这件事 好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刚刚提到这个界点 对不对 然后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那你的paranode跑去哪里啊 那注意到paranode呢 就在这里 paranode就在这里 然后呢 那你说红色跟黑色在哪里 也在这里 那有趣的 红色跟黑色竟然摆在一起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依据呢 我们之前的讲座呢 有讲到什么 讲到这个alignment 好啦 怕你忘记了 你所不知道的新语言 我们讲什么 alignment alignment 这个 这个 集体管理 对齐 硬体特性 好 那我们就讲到什么呢 讲到align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就讲到这个align 然后呢 其中有讲到一个很关键的议题 在哪里呢 关键议题呢 就是 EGABI 好 所以呢 EGABI呢 来讲话呢 其实呢 D的那几个bits 其实是这样 是不会用的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 注意到 这个跟API有关 所以你要 其实要看你的这个系统的规范 好 然后呢 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指定的是LP64加上什么 加LP64加上 加上 在S86 或是这个主流的64万元的架构下 其实这个 最低的这个两 bits呢 其实是没有用的 没有用到 但是注意到 你要先做alignment 如果不做alignment的话呢 干操作会不行的 所以注意到 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操作 好 然后呢 最低的两个bits呢 就很好用了 所以我们就是拿什么 把一个没用的bits 来标出黑跟 红跟黑 所以注意到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使用的技巧 好 然后呢 所以 所以 你这边就知道怎么回答 对不对 好 然后 然后取出 取出颜色的话呢 就对它做这个bwise操作 比方说呢 你要对它的这个 节点的存取的话呢 这个好玩 对不对 因为最后两个bits呢 是保留的 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来存取 这个你有写第三周的作业的话 第三周的测验题的话 应该就会发现 然后就是 舍弃最低的两个bits 然后得到这个清代的 的节点 然后呢 如果你要取得 一个节点颜色 超级简单 就是直接对最低位 因为最低位就是 来保存0跟1 好 好 然后呢 注意到这个技巧呢 其实我们在之后讲 concurrency的时候呢 还是会讲 就是这个 这个很重要的技巧 好 然后 然后注意到呢 红黑素的这个使用啊 Linus Kernel的红黑素呢 很 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啊 就是呢 你的search跟insert呢 是自己要去提供的 好 那在底下呢 就有个示范 就是说你要自己去定义这个 就是定义相关的韩式的使用 好 就是你要怎么去用它 好 这也是为什么你在这个表格 会看到一个 嗯 API 你会看到 红黑素呢 被标准Hard 好 这边标准Hard就是因为他的API使用呢 就麻烦 好 因为第一个就是要把 他的这个 把那个 rb node 切入到 你要存取的资料里面 好 此外呢 你要自己去提供insert 跟search的韩式 好 才能够去使用 好 所以跟你预期的不一样 对不对 你预期可能就是去 get.set 有写过java的朋友都很清楚了 对 就是用get.set 或者一些比较高级的操作 那这边来讲话呢 呃 就是你要去 自己去操作 好 这是要特别去考虑的 好 那这个使用方式呢 跟我们之前存取那个 list list API 那种风格很像 就是注意到就是这个 就要特别去讲个rb node 然后呢 我们就要去善用这个contentoff 去 从这个rb node的回推 这个 这个结构的开端 然后刚刚提到呢 这个search呢 要自己写啊 所以你就要自己写一套这个search 那这search的时候 你可以加自己的一个 比较 像那个我建红卫树的时候 我要去比较 那怎么去比较 那当然就要善用这个contentoff 所以就是要 为什么要写第一周的作业 对不对 你写第一周作业呢 你才会熟悉相关的操作 好 否则呢 如果你这东西不熟悉 你看后面sauce code 就要看到哪里查哪里 就我 我常常在这个Google搜寻呢 可以看到很多 不同的学员 不准我们学校啦 就是不准我们这门课啦 不准我们这门课啦 不然说很多人 对那些课统很有兴趣的人 然后就发现 他就是看一行程式码查一段 其实那很可惜 因为如果你看一行程式码查一段 查一段说明 然后呢 你可能查的东西是有问题的 或是说呢 你查了很多资料呢 反正你就是 就迷失了 你就没办法跟开发者 当初的想法呢 会有什么 会有办法对齐啦 或者能够去跟他们有一样的高度 去用个比较统筹 比较一个 你可以说上帝视野的角度去看说 这整个系统的设计 那就留于什么 就像你中学的时候 读那一文英文 对不对 正伯克断于焉 为什么是正伯 为什么是克 那焉呢 又是什么地方 对不对 你就花多时间去讲那些字面上一词 但忘记呢 这个这个 如影公元年呢 所发生的这些事件 对不对 这个在春秋佐世传 里面呢 他的这个 这个如影公元年 对 就讲这个事件 其实他背后呢 他讲这个事件呢 他不过只是一个 编年史而已 对其实他 背后呢 那个背后的议题 还有时空背景 才是我们要重视的 对吧 但是如果你一行一行看呢 就像你中学的时候呢 学文言文 我不知道你学得这样子 我是学得很痛苦啊 就是 我不排斥读古文 那我读那些古文呢 如果是用那种 一个字接着一个字的方式去读 真的是很生气 还好呢 我现在不需要考古文了 所以我就终于可以来学学古文 然后学学古文 然后研究一下这些字词的考据 那我觉得 重新觉得 其实古文也是很有趣的 好 回来就开始了 这边来讲话 请你呢留意到 这就是尼克尔的风格 然后再次呢 你要去做这个insert 注意到 search跟insert都要自己写 所以呢 才具有类似风格 有没有可以看到可爱的insert pointer 对 不要怀疑 你第一周呢 就没有讲到这个东西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练习题呢 里面也有 就是要求呢 你去善用这个insert pointer 所以你会用到这种方式的存取 如果想不出来的话呢 你可以把地址印出来 或者用GDP 单步追踪 看看他在做什么事 不要说看不懂 就崩背的 因为 那这样的话你在客户里面 会遇到很大的障碍 好 然后所以这边来讲话 就用到这个指标的指标 或者是所谓的indirect pointer 就是间接指标的方式 好 那接着呢 我要去迭代的走访这个 红黑树里面的节点 好 那你就要用到这个 他有提供的first last Next previous 这样的操作 你想就是你写第三周的这个测评题 其实就看得到 好 那相关于是什么 程式码把它列在这边 然后接着我们要讲这个MapleTree MapleTree 它是Oracle公司主导 然后它现在的应用场景很少 但是也许呢 之后会有不同 所以注意到 我们在这门课呢 我们今年会希望来多探讨这个部分 这个地方 不只是了解那个 最新insert pointer发展 这也是 大家有机会贡献 贡献程式码到 到 Linx核心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好 那这边呢 就要来看这个MapleTree MapleTree 那这个地方有录影 就晚点我把那个录影 把它记下 MapleTree录影 MapleTree它在那个 MapleTree在 这YouTube真的超级棒的 YouTube可以给你很多 很棒的启发 但是不要只是拿来 拿来 拿来看无聊东西 就是MapleTree 就是那个 YouTube真的可以做很多事 不要说 欲试不决 量子力学 对不对 不是 好吧 就是量子力学你可以学 MapleTree 这些Linx核心发展 也可以看得到 像这部影片呢 就是2019年的录影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相关录影 应该等一下会跑出广告吧 没有广告耶 好感动 那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到说 Linx基金会每年都会举办 像这个就是在这个 Open Source Summit 然后这个 这个也是强力建议的同学一定要去投稿 因为呢 尤其你以后在台湾工作啊 你要出国去参加研讨会 参加活动 也许会有机会 但是呢 用自己的名字 名义呢 去参加研讨会呢 可能就会有困难 你先看你的评估合约 或是公司有一些特别要求 然后总之呢 就是说Linx Kernel呢 的开发社群呢 其实每年都会透过这个 Open Source Summit Invent Linux Compass 还有一系列的研讨会 通常是你缴 就是参加其中的会议 就是你缴一份钱 可以参加五个 五个研讨会 它可能是主轴是Open Source Summit 但是它可能有四个 副的主轴 就是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然后这过程中又可以去对 基金会做出实质的贡献 对吧 因为你帮忙处理一部分的钱 然后 但是我这边强烈建议呢 学生阶段 就该在这么棒的场合 可以遇到一堆工程师 遇到一堆世界一流高手 这样的场合呢 去发表成果 你说我现在不够强怎么办 放心啦 等你变强的时候呢 这个世界往前走了 所以你现在呢 就是爱要及时 你对科诺有爱 就赶快及时去发表你的成果 好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一对一 就是我希望呢 我们可以引导一些同学呢 去发表 那像我们 我们去年呢 我们去年期待不错 就是说在 另一时基金会举办的研讨会 还有一些相关的 国际级的研讨会 其实我们有几个学员有发表 那今天有一个很棒的机会 继续做 好 那这边的Maple3 刚刚提到 就是Oracle公司主导开发的 还有是 那这边的Maple3 是 有的 是 我怎么会有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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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不管 交叉起來 然後注意到就是說 事實上的紅灰素在Linux Kernel是大量出現的 我們剛才講那麼多例子 就是其實Linux Kernel其實大量使用紅灰素 但是為什麼還需要一個Mapletree 這樣一個新的資料結構呢 因為最主要考慮的因素就是現代的電腦 所以注意到這個是 為什麼我們在這門課會重新把一些 你在過去已經學過的東西重新講 因為其實它看起來是老梗 但是你針對不同的情境 針對cache 針對現在電腦的一些特性 branch predictor 然後針對一些甚至考慮到安全 其實有很多調整空間 然後這邊來講話就是它是immarine 就意味著它不是persistent 就是它不是一個會保存在你的disk 在那種儲存媒介裡面 它只會在主器體裡面存在 然後這個rcu safe你可以先記著 我們之後這個上課會講rcu 這個東西跟什麼有關呢 就跟並行的程式設計有關 而且rcu在lincs kernel大量用到 這個也是lincs kernel很有特色的東西 這個一旦能夠做到rcu safe 就意味著可以做到luck free luck free rcu 也就是說你今天可以做到什麼呢 你今天可以做到這個 你可以讓這個系統呢 它總是可以progress 就是總是會有進展 但是又不需要怎樣 又就是它總是會有進展 最重要這個東西是很關鍵的 就是說我們不希望的狀況就是 就是說cpu看起來很忙 但是一直在幹嘛 在beasy wait 就是cpu其實一直在做事 但是一直在beasy wait 這不是我們要的 那我們希望呢不管怎樣呢 就是至少呢 會有一個資訊 會有進展 這我們稱為progress 然後主要這件事呢 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因為呢 因為呢 如果我今天呢 沒辦法保證這件事呢 那其實你有可能遇到那個系統呢 就是每個cpu很忙碌 但是其實實際上什麼事 真有效一直沒做 然後就一直在那邊等待 你等我我等你 這不是我們要的 然後這件事呢 不能單純用這個 Semophone和Mutex 這樣的一個synchronization object來解決 事實上我們需要呢 更有力的 就是更深刻的方法去解決問題 所以我們在後面會講 那個lock free跟lock dis 那個那個議題 然後rcu呢是什麼呢 rcu呢就是 這樣的一個同步機制 所以它這個同步機制呢 它可以去確保剛才講的這個 lock free的 就是去確保lock free 但是呢 它又 有很特別的要求 所以這個像我要做到那個rcu staff呢 其實你必須從資料結構 還有你的要操作的這個物件本身去下手 就是要滿足一些特性 所以我們之後會來探討 然後這邊有些概念 然後呢 Maple tree呢 特別重要是它是一種 它是一種B tree 然後這個B tree呢 你過去在這個資料結構的書呢 應該有看過 只是說通常考試不考 因為那個要手寫一個B tree 真的是很很麻煩的 但是就是 但是它就是有那個需求在 好 然後呢 至於說為什麼它對現代的那個電腦的比較友善呢 你看紅衛術我們剛才介紹對不對 就是node 它的node node是黑色的 那就紅色 那紅色的下一代一定要是黑色 然後紅色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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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ld 就是一定要是黑色對不對 在這個 然後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Maple tree的做法是什麼 你看喔 這邊的17243444 這個是一個older 就是有older加印第那個older 然後呢 那這邊是另外5464 所以它是照這個順序來排 好 你會發現17243444 它有什麼公分點呢 就是它排在什麼 排在一個 排在旁邊 這個香菱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個東西跟什麼 sparture locality有關 對吧 它排在一起 所以當我存取17 然後呢 之後呢我要存取34的時候呢 就可以有什麼 sparture locality 然後呢 不要小看這件事 這個東西呢 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你看 紅衛術的好處就是 它有一個很優雅 優雅的一些特性 對吧 它會有這個 它有 它有6個 6個這個基本 就是從它那個1978年論文 歸納出了6個 6個基本的這個principle 然後呢 這6個principle 這個 6個屬性 又有一些 一些隱含關係 所以你看到 像這個 這個 就是第五點 第五點呢 就講說一個點 一個節點 都紅的 它的children 它的那些 左邊跟右邊的child 這個child 左邊跟右邊的children 就要什麼 就要是break 然後呢 這個東西呢 搭配上面的這個描述 然後呢 就會提到什麼呢 就是提到呢 紅的節點呢 不能是什麼 不能是臨近的 不能是相鄰的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屬性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呢 在maple tree呢 就做一個變形 然後當然不是畫一張圖 就叫maple tree 不是這樣啊 其實這個要想事情可多了 好 然後注意到呢 它這邊講到一個forest 然後呢 這邊forest呢 其實你在一些資料結構 我也看到啊 我們之後呢 會來介紹 可能會來介紹 DAG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圖論 注意到 不是電腦圖學啊 這叫graph theory 所以你要把它翻譯成圖論 不是圖形論 不是圖形理論啊 它就是圖 圖就是圖 然後呢 那個 我們講圖形 那個電腦圖學是什麼 computer graphics 好 注意到graphics跟graph是不同啊 graph是講什麼 講它理論 給它講那個銜進的部分 然後呢 這個我們之後呢 可能會講的東西叫DAG 在Needs kernel呢 有些地方也是DAG 然後呢 這邊就會講到一個東西叫forest 這個呢 就賣一個關子之後再講 然後回到 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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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剛剛那個 好 所以注意到呢 這個maple tree呢 它是一個b tree的變形 然後 它後面變形的東西很多啊 那不過這邊特別要留意到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議題 就是說呢 雖然每個節點呢 呃 出動空間大幅的增加 所以你看喔 從這個24byte的大幅增加成128個byte 但是呢 它有一個很先天的一個優勢 就是這個 就是呢 它有機會呢 可以實作出luck free 好 那所以呢 這個東西呢 在 林斯科諾的開發者呢 為什麼把它拿來使用呢 因為在VNA VNA的存取呢 是一個非常大的難題 好 因為呢 機體管理必須非常有效率 而且呢 這個VNA的存取呢 其實算是一個 多核 因為本來 虛擬機體地址 跟那個physical address 就是一對一對多 一對一的關係 就是要看場景 然後呢 呃 過往呢 其實實作方式呢 你看喔 過往呢 在2019年的時候 就2019年剛提出來的時候呢 其實是 其實是紅黑素的 但是後來發現說呢 這個東西的代價是什麼 這個代價就是RCU代價 代價很高 然後 所以呢 Oracle所主導的這個開發呢 就把這個東西就 翻翻掉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Luck free Luckless 注意到Luck free跟Luckless 是 有些地方 是重疊的 所以 有時候你在看Luckless 有些描述他會講Luck free 會講Luck free 那不過Luck free是更 更強的 就是 更明確 講說要有進展 那不過他就是說 就是說他的這個實作 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機制 然後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從這張圖呢 可以知道一件事就是說 Luck free現在 使用最多的還是這個紅黑素 就是在這個樹狀結構來講 使用紅黑素 不過也因為幾個因素 第一個就是RCU 就是說如果要確保多 只能去一定要至少有一個 只能去有進展 那其實紅黑素呢 其他沒辦法保證這件事 也因此呢 他需要額外的Luck 或是額外的一些機制 去確保他的同步 那這個東西就會有一定的代價 然後呢 那再來是呢 紅黑素的這個樹高 其實我們還記得我們剛剛講好 Aviel Tree跟那個紅黑素 那你發現說呢 紅黑素的樹高呢 其實是比那個 Aviel Tree 略高的 就是說他的那個 複雜度是同個等級 但是呢 因為細數 就是細數還有計算方式來看的話 紅黑素就是略高的 然後呢 Maple Tree呢 在這過程中呢 就是在中間 那有個東西叫Redis Tree 那你可以 這就是你在那個以前 在你的 資料結構的教科書看過的那個 Redis Tree 如果你沒有幹電話 也沒關係 你可以看那個 Wikipedia 應該很快可以進入狀況 然後呢 紅黑素呢 它這個樹高啊 它其實這個東西呢 對Cash是不友善的 你要知道它發展的年代 它是 那個 1978年對不對 然後2008年的時候 又做一個調整 然後減快它設計 變成那個左傾的紅黑素 但是呢 它的這個樹高本質是高的 那這件事呢 對Cash是會有 衝擊的 那所以特別呢 是在 在這個 執行效率的場景呢 它就很關鍵 然後 2021年的時候呢 Oracle公司呢 他們就是 發表了一篇這個文章 就講得很好 請你教他 教他看 然後 從2021年 應該說從 2019年以來呢 Linens Kernel 就有這個方面的討論 那現在主要的這個 實作部分是在 那個 機體管理部分 那最後機體管理 也是一個超級大的部分 就是Linens Kernel 有一個 有一個指目錄叫Edman Edman這個目錄呢 看看 Edman 我這種東西很驚人 這個Edman 它就是一個指系統 機體管理指系統 Edman 然後這個東西呢 很麻煩 但是呢 也因為麻煩值得去學 就是 裡面光那個檔案列表 你就看不完了 就還不用看source code 沒有看目錄名稱就好了 那這裡面呢 光是看懂它的名字 其實就很花時間 然後 像剛剛提到這個VNA 就是它裡面呢 很多東西會涉及到 像這邊看到MAP 做機體映射 然後做機體的同步 然後甚至也要考慮到 Linens有些處理器 它是有支援那個 不具備MU的架構 就是你在 某些硬體上呢 它是沒有虛擬機體的 那Linens為了要支援這個沒有虛擬機體呢 其實它就需要很大的一個調整 包含說它的VNA的語意 也要做這個變化 所以你可以跟他說 你光是搜尋檔名 幫你搜尋檔名 跟它那個Gitlog 那你會發現很驚人 那近期呢 還有一些東西啦 比方說像Zswap 這個Zswap 對Android手機超級重要的 Zswap 這東西呢 就跟什麼呢 就跟那個手機呢 欸 不然我們來找這個Zswap 唉 怎麼跑出這個 不是這個Zswap 這怎麼辦呢 好 就跟Linus的那個 呃 Linus的那個 記憶體管理呢 是有很 很關鍵的議題喔 那這個東西呢 直接影響到這個 整隻手機的流暢度 好 然後呢 呃 這個也是呢 如果你以後有機會到 呃 Qualcomm啦 MediaTech 這樣的一個世界一流的 晶片設計公司工作的話 包含Apple Apple在內 Apple Google這些公司在內的話呢 因為這些公司現在都變成晶片設計公司 不管它過去做什麼的 但是剛才講的 Apple啦 呃 Google啦 然後那個 MediaTech啦 然後那個 Qualcomm啊 這些公司呢 都變成晶片設計公司了 然後呢 其實他們這些公司都有修改 修改剛剛講的機體管理 那包含說MN 其實都要改 因為不改的話呢 你的手機 你的那種 需要這種流暢度的那種裝置 其實都會有很大影響 因為我們今天的情景有趣 就是我們又要馬上好 又要馬上不吃草 也就是說 我也想要執行一堆程式 但是呢 我又 我的 慾望有 慾望無窮嘛 對不對 我想要支援一大堆程式 但是我支援呢 終究是有限的 即便呢手機一代比一代強 但是總是會有應用程式 直接把那個集體吃得光光的 就是這個太可怕了 好 但是呢 也因為這些衝擊呢 導致了什麼 導致那個作業系統呢 呃 的設計呢 變得 變得很關重 關鍵啊 所以這邊又要特別留意到這些議題 好 然後呢底下呢 有講到這個 呃 實際上它該怎麼去運用 好 有些特別的考驗數 那當然現在來講的話呢 已經有很 很不同的現象 那這邊呢 你會好奇說呢 跟那個 跟 跟紅黑樹來比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說呢 其實它的 呃 它有可以有更好的這個 更好的 效率 那其實這個更好的效率呢 就來自什麼 來自它的那個 Benz 就是 就是Benz的程度 他就說 這個 這樣一個比較 好 然後 因為它的那個樹高 是相對低的 就是說 我們有三種樹 就是它在這個報告裡面 它提到三種 沒有 Redis tree 然後Maple tree 還有紅 紅黑樹 那紅黑樹呢 樹高是最高的 然後那個Maple tree呢 在中間 那它的每一個節點呢 成本大幅的降低 就是它的那個 雖然128相對於這個 24個Byte 紅黑樹24個Byte 其實還是很高 但是因為它 你其實你不需要做那麼多的 做那麼多的旋轉 然後呢 在這個它的機理佈局呢 其實有機會做得更更更更經典 那底下有些 有些 學驗的數據 你就會教它看看 好 然後呢 這裡面呢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呢 是可以做的 像那個 欸 有沒有可能呢 用這個東西來取代Hashtable 欸 這個東西有趣啊 你看到這個東西有趣啊 尤其在SpaSnode 就是說呢 SpaSnode在什麼時候會出現呢 就是 你就想啊 像那個 64位元的電腦架構 64位元可以定值的空間有多大呢 它可以定值到2的64次方 這麼大 但是注意到這個數太大 大到我們不需要特別講 然後呢 所以這麼大的電子空間來講的話呢 我再怎麼存取呢 其實相對來講 其實都是一個 我稱為叫SpaS 稀疏的 稀疏的 機體存取 在Linus kernel裡面呢 有個稱為叫SpaS memory SpaS SpaS 不要搞錯 就是Linus有個工具 就Linus Twas寫的 就名字叫SpaS 所以有時候 你用Google數據沒有完整的話 你會找到別的東西 我們這邊講東西叫SpaS memory 然後呢 在這個SpaS memory很有趣的地方是說呢 有趣那在哪 就是呢 我們呢 如果設計一個 我們如果去設計一個Hashtable 就是 如果要存取一個這樣的SpaS memory 其實有趣的地方呢 如果我們把Hashtable換掉 那有可能這樣 就是把它換成Maple Tree 有可能有更好的效能 但是主要它也就是 這是2009年的報告了 不過這件事已經陸續在發生了 所以就是 Maple Tree現在是一個 剛剛講的 MN指系統 基體管理指系統 一個明星的存在 你說為什麼 我沒有在其他地方看到 因為這是新東西啊 但你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時候 表示 表示這東西 不是過時啊 表示說 你就要加倍學了 你現在還有辦法 一邊看程式碼 一邊看這些報告 一邊去思考 你在 如果你等 那時候連那個Maple Tree 都寫在你的教科書的時候 那已經不是 不是學習而已 你是要聘著命去接觸 因為 就是今天不選 明天會更難 好 那這個 這個就是另外的考慮數啊 所以其實為什麼 我們在這個 先講那個 Hashtable 再講這個 紅黑數 其實就是為了 其實就是為了讓你了解 Ninus Kernel的發展 也希望你有能力去掌握 就是有能力的 我們給一些指引 然後自己就有辦法去研究 Ninus Kernel的一些相關的發展 好 總之就是說 請你了解什麼呢 了解Ninus Kernel的情境 好 然後我們本週 會有對應的測驗題 去講這個 紅黑數 我們用另外的方式來實作 那你可以看到更多的技巧 然後 那我們在第三週的 的時候 我們其實只是給大家一個技巧 就是 就是什麼 就是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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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麼技巧 就是這個 對不對 就是講這個 怎麼把Pattern跟Color 擺在一起的技巧 對不對 但是現在不一樣 就是 這是一個關鍵 就是說我要去縮減 空間使用 然後呢 這就是剛才提到 搭配這個Line 然後再來是呢 我們要提到這個LLRBT LLRB 就是左傾的什麼 左傾的紅黑數 那這種東西更適合實作的 好 然後呢 我們了解到這個應用場合的這個多元之後呢 我們就下一個要重視的地方就是說 考慮到這種並行的議題 所以這是為什麼 我們從第三週 就開始跟他講這個 就講這個教材 好 那我們預計呢 下週還有未來幾週呢 也會去講這個方面的教材 好 休息一下 休息到 休息到 210 215動 休息到 215動 好 繼續 好 我們剛才提到呢 就是 紅黑數 還有這個再定時核心呢 實際上呢 會有額外的考慮因素 像剛才提到這個MapleTree 那我們現在又要回到 回到什麼呢 回到我們的本題了 就是 各位其實還是需要 對 系統更多的認知 好 接著我們來介紹這個 CSAPP的第二章 好 那後面一樣呢 就是有加這個信號表示 表示有錄影 好 有錄影呢 你可以 多看看 好 然後呢 這個 CSAPP真的 不好讀 它對應的課程呢 是 CMU 卡內西美農大學的 Introduction to Compute System 主要 你不要把它跟那個 計算器概論搞錯了 就是它是 ICS Introduction to Compute System 可以簡稱叫ICS ICS呢 是CMU特有的課 它的 這個課就是 就是 在ICS上面有一系列 這個系統的課 不管是資料庫啦 作業系統啦 反正這個 CMU要求說 你要修資料庫啊 作業系統啊 編繫器啊 這些這些系統軟體 這些資訊系統的這個 基石的課程的之前呢 其實都要先修過這個 ICS 就會擋一堆 就是這樣那一支 就是你要先修過這個ICS 然後它的難度呢 其實我認為是 台灣的碩士生這種等級啦 因為其實真的裡面 需要很多的認知 雖然它沒有裡面沒講 但就是 其實以台灣的碩士生的程度看 是剛好而已 那這中間真的需要很多導讀啦 因為那個很難懂 就是它裡面 不是很難懂 就是它寫得很詳細 但是因為分量很大 而且有些細節很容易就是大家可以 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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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 然後忘記前面到底在講什麼事情 就是就是就是 你其實需要當然練習 好 那總之就是我們過程中呢 做了很多導讀 那我們也借用這個 李永樂 李永樂老師的那個教材 那不止他啦 就是我們有 像那個媽咪叔啦 還有那個李永樂老師 然後他就 再用他這個教材 那甚至的那個 裡面你可以發現說呢 有些 Bug 像這個小精靈的這個遊戲的Bug 那其實也跟什麼 Intel就Auroflow有關 然後呢 這個數字系統呢 就來呼應我們之前 我整理的這個 解讀計算機編碼這個材料 然後 你要理解一件事 就是說 西元裡面呢 有一個東西是 未定義的行為 那這個未定義行為呢 其實跟 數字系統很 關聯很大 就像說我們之前講說 像ABS 對吧 就是那個 取絕對值的操作 那如果說呢 在你在二補數的系統裡面呢 你把一個 就是假設你今天的數值 是用32元去儲存的話 你把32元的最小值 當作ABS這個函數的輸入化 那這件事呢 其實最終得到的結果 是未定義的 也就是說呢 你有可能會得到一個負的值 就是說你看喔 就是ABS你會以為說這個值應該是正的 或是零 對不對 你在中學時代認知是這樣 但是二補數來講的話呢 如果你對一個最小的有耗整數 做ABS的操作呢 這件事是未定義的 然後呢 你說未定義呢 為什麼要理解這件事 因為呢 程式語言 必須要規範哪些東西是未定義的 然後我們這樣的話 你去做最佳化 才有空間可以做 反過來說 如果你每做什麼操作 都要去檢查這個範圍對不對 或者說檢查這東西合不合法 所以會導致什麼 導致你在執行時期 有大量的檢查程式碼 那這樣的話 你最終的程式碼是不會快的 所以注意到我們在西元 為什麼要了解未定義行為 或是未指定的行為呢 其實跟編譯期的最佳化 是有很大的觀點的 那此外呢 我們在之前也有講過這個講座對不對 就是我們在第二週 其實就 第二週第一週 其實就跟你講說 要重視西元標準 然後呢 後來也有提到這個系統 程式安全議題的 好 然後 好 那這個地方有錄影 那注意到那個 其實沒有正式錄影 那其實有些錄影是搬 搬運來的 網友搬運過來的 所以如果說你終於發現有問題的話 請你 請通知我 那如果說你很確定說 有些內容就是 該更新的 就直接修改這一頁 那我們希望可以大家一起來 大家一起讓這個教材可以更新 好 然後注意到呢 在這個 我們在這篇文章 就是解讀計算機編碼 注意到 其實它有個副標題 它有個真正的標題 寫給女兒的電腦科學 電腦科學教材 的其中部分 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寫給我女兒的 好 那你就一起學吧 然後總之就是說呢 在這個過去呢 關於這個 這個 如何去表達正的值跟負的值 其實是 原本是用很直觀的方法 但後來發現這個直觀方法 其實在電腦上設計很複雜 而且呢 後來呢就有這個演技嘛 所以就會從這個 直接前面有個正負號的方式 然後後來演化成一補數 然後後來到了現在用的二補 這個其實就是要反映它的這個範圍 然後呢 更滿足它的什麼 就是滿足這個對稱性 好 然後 然後 在這本書呢 這個 像你如果看到這種風格 就是紅底的風格 那你就可以大概知道 這其實是從頭一片來的 就是頭一片的來源在上面 就是我們做這個導讀 然後呢 你會看到說呢 它裡面呢其實都會有 類似這種表示方式 比方說呢 這個 B呢就表示Bits 就是二進位來表示 那U呢就表示Unsigned Integer 那T呢就是說呢 它是用二補數系統 來表示 然後呢 那你可以看到說 它有大量這種 這種描述方式 那就是用一個 跟嚴謹方式去表達 因為過去你可能 只是做那種 16位元跟 十進位換算 但是在講說 它也掌握呢 它的那個變換 然後呢 注意到這個範圍 所以你看到 我今天有四個位元的話 就是我用四個位元去表達X 然後呢 當我把這個四個位元 轉換成Unsigned Integer 所以我可以表達0到15 然後改成二補數的話 就0到7 然後-8到-1 所以注意到-8呢 這件事呢 -8這個值值是出現一次 那7呢 跟它有個 有個對應的反應數對不對 就-7 然後... 你說為什麼要知道這些東西 我早就會了 然後呢 這東西呢不容易啊 不容易地方在哪裡呢 其實跟你想像中的不同 就是在西元的規格裡面 西元規格數呢 一直到C-23 也就是2023年 正式批准的那個標準 才跟你說的強制要用二補數系統 在這之前呢 像C-18 就是2018年定案的系統 或是C-1 2011年的C-99 1999年 C-89 1989年的規格 在C-23 之前的 不含C-23的這個標準 就是不含C-23 但是呢在C-23之前的這個標準呢 是都是什麼 沒有指定說一定要二補數 也就是說呢 你可能用一補數 也可能用二補數 甚至更早以前的系統都是有可能的 為什麼 因為西元的發展的時候呢 其實二補數並不是一個 每一台電腦都是二補數 儘管現在來講的話呢 多數的電腦都已經是 絕大多數電腦都是二補數 但是呢這個東西不能做這樣的假設 像我們在之前的講座有提到 其實一補數呢 其實還活著 哪裡活著呢 在網際網路 TCPIP的存取呢 其實它內部用的是一補數 然後呢在C-21的規格裡面 提到這件事啊 講的是intercept types 就是系統規格書寫這樣 就是文字居多 所以你要花點時間去看它文字 然後呢注意到呢就是說 如果表示成這樣的 像int8底線T int16 32 64底線T 一定是二補數 然後這是在西元規格書有講的事情 但是呢 在實作來講的話呢 實作來講的話呢 其實什麼 其實就是 實作有可能不提供這個形態 但是一旦有提供的話 就應該要符合這個性質 有這個特別提到 就是這邊是西翼的這個標準 就可以看到那個相關的頁數 然後呢這邊有提到這個 位移運算 那就會有分什麼 算數位移跟邏輯位移 然後呢 算數位移麻煩的地方是說呢 也要考慮到那個sign bits 然後呢我們之後呢 也會有對應的練習題 讓你去了解到這個sign bits的特別的處理 那你之前在寫第二周 應該有發現這件事 就是sign bits處理的議題 然後呢 如果是三首位移的整數 像這個就是三首位移的整數 對不對 那這個來講的話呢 如果你對它左移三首位移 這個東西是未定義的 特別注意到這件事 然後呢這邊 這邊就開始講那個 有號數跟無號數的這個關聯 然後 然後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呢 就是說 比如說 在西元來講的話 會做一個promotion 所以比方說你看 像這個 這個狀況就很麻煩 就是混在一起的時候 會變換 有號負子呢 轉換成二補數之後呢 負子會大於震 這個會發生的 大家看看這個 好 那你看到 現在這個靈跟 有 靈不管有不有號 因為二補數就保證什麼 靈終究只有一個 就是它沒有震靈也沒有負靈 就是它唯一的靈 這二補數很美妙的地方 然後呢 像這個 負的值呢 小於 小於 小於零 提起來合理的 這是 因為這個東西轉換之後呢 變有號的 就是因為它是有號 轉換之後變有號 好 麻煩你來發誓的 這個是 這個是 21473647 好 那這東西什麼呢 21e 這個字 21e 這麼多數字 e 21e 這樣的一個值 然後跟 負21e 然後呢 減1 然後呢 注意到呢 這邊呢會涉及到一個Promotion 就是說這個東西呢 前面是Unsign Promotes 變成 所以你看 這的確這是一個Sign 對不對 這邊的值呢是一個U號的 但是遇到這個來講話 前面是5號 就被Promotes 5號 好 然後呢 像這個-1呢 跟-2 你說這個東西簡單 然後你看 是東西討厭的 你給它Unsign 然後跟-2比 然後呢 就是被Promotes Unsign 所以這個東西被Promotes 然後呢 那麻煩的地方就是這個 你不要小看這種東西 你會覺得很無聊對不對 你說這個東西 這個左邊跟右邊對不對 你說這不是差1嗎 注意到這個東西不同啊 然後因為呢 這個東西 涉及到的東西是什麼 是Unsign的比較 那Unsign的話呢 就是 右邊比較大 那如果呢 這是 有號的話呢 你看這件事很困難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這兩個 很頭痛對不對 注意看喔 這邊呢 前面都一樣 所以我們就不講 一個是47 一個是48 那在這一個案例來講的話呢 會Promotes 成Unsign 但是這邊來講的話呢 我這邊已經Cast 成Integer 所以這邊的比較呢 就會是Sign的比較 然後呢 如果你之前在那個 CPP Check的時候呢 其實它花很多力氣的跟你講 你應該有遇過這種問題啊 CPP Check它會講什麼 像Sign Integer Outflow 就是或者是Sign Integer 就是在那個 CPP Check做靜態分析的時候呢 它就有比較 它就會去做這個偵測 就是會去說 去改變原本的那個 形態 比方說你看喔 就是你可能有看過 這則訊息你可能有看過 就是說你從 你從原本是有號的Integer 轉換成Unsign Long 所以呢其實怎樣 其實你把它Sign Bit 擠出掉 所以 Integer呢 在LP64來講話 它是4個byte 然後呢 你把它轉型成一個 比較寬的空間 那它可能會上市什麼 它可能會上市 它是3bit 所以為此呢 那個CPP Check就會這樣 會給你警告 然後呢不要小看這些事喔 因為這個東西呢 就是解讀問題 對吧 所以不要小看 至少看這個後面這樣 然後呢再來看這個東西喔 你說那個東西 我看了就會 放棄啦 這個東西沒有說 你就一看就會啊 你看喔 這東西討厭的地方在哪裡 這是個回圈 你雖然已經看到這個描述了 說這東西無窮回圈 無窮在哪裡 這東西呢 難就難在什麼呢 因為Size of 注意到這不是Function 很多人都把Size of講的Function 它不是 Size of 根本已經唸 它是Operator 它是運算值 各位再唸一次 運算值 然後這個運算值的回傳值呢 就是Unsign Interject 然後呢 所以神奇的地方是什麼呢 神奇的地方就是說呢 這個東西啊 就是 在西雲來講的話 CHAR呢 你會得到1 然後 就至少要1 在西雲規則有講下去 它至少要1 然後 所以這邊呢 你會得到1 就是這個 框起來的地方是1 但這個1呢 是Unsign 然後呢 I去減掉Unsign 然後它就變Unsign 所以注意到 這個 I呢原本是有號數 但是它減掉一個 5號數之後呢 它就會被POMO成什麼 5號數 那5號數永遠是大於等於0的 悲劇了嗎 然後呢 這個東西呢 尷尬的地方是什麼 尷尬的地方就是在這裡啊 所以看到這個東西 討厭了吧 就是 這東西呢 其實它就是會 然後呢 如果你把5號數的0 減掉1的話呢 又會發一個悲劇 5號數減1 就得到這個值 然後就打個無窮迴勸 所以注意到呢 這東西呢 你就要了解它的那個規則 所以這個在CSAPP呢 很很寶貴啊 因為其實絕大多數書 是不講這一次的 但它就是認真去讓你去思考 然後呢 這邊 這個我朋友宅社福有說過啊 說過什麼話呢 這個 這個 讀CSAPP呢 如果你沒有覺得 恐懼 難過 震撼的話呢 就是如果你沒有經過這一次的話呢 你呢 可能沒學到什麼東西 就跟讀初詞表呢 你不會 你不會流淚啊 就表示你這個不忠 所以我對這句話很純意的好了 我不曉得他講那個 趙宇時講的這個初詞表 因為初詞表分前初詞表 後初詞表 後初詞表被證實說 它是一個後人委託 就是 掛名的著作 很可能不是諸葛口名寫的 不過呢 就是 這個 很多東西呢 真的是你想要不同 那這個就是很好的表格 就是在讀CSAPP很後的那本書之前 你可以先看這個表格 看你想像中有沒有不同 好 我們既然講那麼多呢 其實就是跟你提醒什麼事情 提醒說 其實這些議題呢 它就是很 很容易造成這種 意料之外的事情 那其實尼尼斯科諾一直到今天為止 其實都很多這種類似的BUG 你說 有沒有可能意勞勇力去解決問題 有 ROST 所以為什麼這麼快要跟你介紹ROST 你要高階就是 西語言的限制 西語言現在是一個很美妙 一個很有效率的方式 可以去讓你存取到硬體 然後它又有高階語言的特性 它就是可以存取硬體 可以對硬體直接做操作 但是又具備高階語言的特性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西語言成為這個整個系統軟體 包含說這個作業系統 冰濟器 資料庫 然後或是一些 一些 一些 繪圖引擎的一些 主流的開發語言 程式語言 但是 但是西語言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 你會犯錯 就算你搭配CPU CHECK這種 近代翻譯工具 其實幫助還是很有限 網友有時候會誤判 然後 更難的地方是什麼 還要考慮一下處理器架構 所以應該要這篇東西很討厭 就是 這邊有篇文章 所以說 如果N是有號 35元整數 向右位移 31個 31個bit 去判斷說 去檢查它的sign bit 去判斷說 然後注意到 為什麼範圍是0跟-1 為什麼 因為這是二補數 所以這樣 依據二補數 你得到詞不是0跟-1 0跟-1 是 依據二補數 你得到詞是0跟-1 再考慮這個 我們之前在講那個 B-wise 那個 beat field 其實我講到這件事 beat field 把你忘記 這個東西跟你填的表格有關 所以你應該要把這個教材看一看 -1 可愛的-1 注意到 這個 補數系統 一個bit範圍只能表達-1跟0 這個東西不要小看 這個東西很麻煩的 然後呢 底下還涉及到什麼 涉及到這些什麼casting 然後涉及到那個 就是 算數位移 要考慮到印數還有說你怎麼轉型 然後這個東西會有一些 overflow問題 這個也是資訊安全涵蓋的 然後 一下有浮點數 那注意到浮點數呢 我們下週還會講 當我們下週講浮點數的時候會 會 更著重在一些像那個 定點數啊 印算資深 所以這邊你要講 請你認真看這個 那我們也會有對應的測驗題 來測驗大家對 浮點數的認知 那注意到浮點數的認知是很關鍵的 因為就是像這個 在定值核心裡面呢 其實是有被限制的 就是你在存取那個定值核心的時候呢 你在撰寫相關的程式碼的時候 其實你不能 不能使用 你沒辦法直接使用浮點數 就是你可以使用浮點數 但是你會有限制的 而且你在客奴裡面使用浮點數呢 其實效率是差的 就是說第一個呢 客奴不願意不想 讓你直接存取到浮點數的佔能器 那當然你 也很難去運用這些浮點數 浮點數運算單元的指令 那更麻煩的地方是說呢 一旦你在客奴裡面 要用浮點數運算 那個 那些指令呢 跟載能器的時候呢 其實你效率會打折 會跟User Space 比起來其實會打折的 好 那所以呢 在這過程中來講話呢 像Linux Kernel的那個CFS 他就必須要把它變換成很奇怪的形式 但到時候拿到書的時候就看到這種 看起來很奇怪的形式 其實就是為了 為了 因為Linux Kernel不能直接用到 浮點數 所以為什麼要在這個教材裡面 特別跟你講浮點數呢 包含說下週的教材 你知道我們下週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第五週的目標是要介紹 就是我們第五週目標是要能夠介紹排程器 就是排程器 但是呢 為了介紹排程器之前呢 進來要講浮點數 為什麼 因為你在排程器看到的那個浮點數運算呢 跟你在平常看到數學是不一樣的 好 怕你不相信了 再給你看另外一個例子 很麻煩的意義 麻煩那時候你都懷疑人生了 真的真的 你看的時候一定會懷疑人生了 就是 比方說呢 有個東西叫weight function weight 就是他有什麼風格的 就是他有權重的 然後呢 這個 他的weight function呢 還記得剛剛那個權重 等一下 給你看清楚一點 好 這個weight function其實很單純對不對 就是說我有這樣一個權重 那在很多地方都有權重 比方說像如果說你對股票交易比較熟悉的話 股票交易其實會有一個 也會有權重對不對 所以比方說我不是只是看昨天的漲跌 我也看前天大前天大大前天 那這時候我們看來講後 我們會想要知道大盤 或者說呢 我今天要知道某個區段 所以某個區段來講後 我會給他不同的一個 不同的比重 所以其實就是類似這樣的一個 數學式對不對 然後呢 比較小看這些東西 這個數學式乍看沒什麼神奇的 麻煩的地方是說 Linus Colonel裡面呢 把那個數學式呢 已經搞得面目全非了 首先呢 他給你一個表格 priority to weight 所以要是什麼 他把優先權 把它轉換成一個權重 然後就跑出一個可愛的數字 為什麼是這個可愛的數字呢 我們就是要講解 然後去解釋 然後去說明 然後去探討 然後呢 還要給你一些變化啦 之類的 另外這樣解說沒有 這才剛開始 就是呢 你還要能夠畫出這樣的圖 你說畫成這樣的圖 有什麼了不起的 哇這東西可了不起啦 你要知道呢 Kernel的開發者呢 又給了很多近似值 這個近似值呢 在後面呢 還會反覆的出現 然後呢 所以你看啊 這邊來講話呢 就是會有這個 End of Slower 都不要懷疑你在計算機組織 不是有學過這個End of Slower 對 但這個我們在書本上又有看到了 然後你說那個東西 不是在評估那個平行度的 對 各位不要懷疑 我們在這個裡面又出現了 然後這個東西呢 在多核的時候呢 又出來了 好 這樣剛才提有提 POT對不對 其他多項式真的很簡單 就是這樣 但是呢 你看到Source Code的時候呢 你會覺得叫面目全非啦 來看面目全非啊 就真的很苦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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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你可能會對這個 有沮喪 就是他會跟你看了會不同 比方說呢 剛才那個多項式對不對 簡單到我都 不想去講細節了 但是難的地方在哪裡呢 難的地方是說呢 真正對應到Linx核心的時候呢 你看到程式會長成什麼風格呢 它會長得 就算是計算平均值 它會長得這副風格的 然後我們說啊 那不就把出版換成Division 這個 這個可能是一個聚集 可能是一個 Inline function 不是喔 它的東西呢 還要考慮到一些 變形 相當變形 那為什麼這個有1024 這時候 這時候又有什麼 因為不准用浮點數嘛 但是我要表達一定的數值的話 又要考慮到一些議題 所以在這邊在講話呢 你就會發現 有些實作呢 看起來就很奇怪 然後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要在 數值系統要特別去強調的 那一來是因為說呢 CXAPP這本書呢 把這個數值系統講得非常的透徹 裡面有大量的練習題 然後 此外呢 看CXAPP的話呢 就是 對你看到這邊有些參考的體解 其實你可以 你對那個整個數值系統 還有不同處理器架構 比方說 你要怎麼寫一段程式碼去判斷說 它是Litle Ending的機器 還是Big Ending的機器 那我們就幫他再錄一些題目 然後給大家一些參考體解 那也感謝過去的同學的參與 好 然後底下就上面有那個錄影 其實務必要詳細看 就是你會發現 你會 呃 不至於到腦洞大開啦 但是一定會給你有個徹底的 徹底一個顛覆 顛覆你過去的認知 好 那剛才前面有提到 就是Linus-Twas在內的 核心開發者呢 其實他們對編譯器呢 還有編譯器最佳的話 其實都有很深刻的認知 那這邊呢 就來再錄這個文章 然後就舉這個文章呢 跟你講說 Linus-Kernel的行為 好 注意到這篇文章什麼時候呢 2009年 2009年 那你看 Linus-Twas現在呢 其實大部分功能就是在回信 就是說有人送個patch 然後他去修改一個 修改一個 TempFS 反正就是一個檔案系統的實作 那這個預設呢 都會開啟 就是應該說你的電腦裡面呢 呃 TempFS如果關掉的話 狠狠開不了 會開不了機 然後總之就是一個Google的開發者 就是送一個提交一個 呃 就是針對這個patch 提交他的意見 然後他就討論說 欸 這個東西是不是GCC的bug 然後呢 他就他不確定 它是不是個bug 那是不是要去提交一個問題 然後 但是呢 你看喔 這個 這個Linus-Twas呢 就是這樣 針對不同版本 不同版本呢 它針對8.2.1 那當時是2019年 GCC版本比較後面 你現在可以用的GCC版本呢 此時刻可以用的GCC版本 就到12了 當然注意 照這個東西會一直改 就是此時刻呢 你用到的是穩定版嘛 穩定版是12.2 這是在2022年的穩定版 然後呢 當時呢 穩定版是8.2 然後呢 你看喔 他就是 Ninus-Twas做實驗 然後呢 他就說 這個什麼 他就是 用G 用那個GCC 8.2 就是 編譯的時候沒有幾高 然後呢 當你打開嘴角化 有沒有 打開嘴角化 然後呢 就繼續 編譯某段程式嘛 上面的程式嘛 他就發現什麼 發現有問題 然後他就看你追 哦 追 GCC產生出來的什麼 產生出來的程式嘛 好 這個東西抄下來 SSA 就是我們兩位來講的 這個東西的什麼 編譯器最壓化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機制 那就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 編譯器的那個 編譯器策略有關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 這邊來講話 Ninus-Twas開始 開始來看了 產生出來的組合員呢 是符合預期 然後他發現什麼 發現說 這東西呢 他其實是有做 做 做最佳化的 不是 做初始化的 不是最佳化 初始化 但是呢 這個初始化呢 在某些條件下 會有問題的 所以Ninus-Twas呢 就是什麼 他就去提交bug了 帥巴提交bug 路見不平 拿patch來填 對不對 好 所以你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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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沒有 Linus-Twas 對不對 所以注意到 Linus-Twas他不是只是在自己的 kernel的世界 就是 著墨 其實他我也對GCC很在意的 而且如果你多打幾個關鍵事 可以找到看 Linus-Twas 然後GCC 你可以找到一大堆 我會冒出一些很猛的話 我把一些很猛的話拿掉了 因為他最近進入那個禮貌模式 然後他就看 他就提交問題 然後討論 好 終於終於終於 終於休了 教主說的東西 教主在講你們有沒有聽 然後呢 所以最大 就是了解 我們了解編譯器 其實他了解他的行為 並不是叫你從無到尾去寫一個 新的編譯器 那是我們大學課程其他要求 我們剛才講過了 大學就是很多學校 當然台大跟教導已經廢除了 但是很多學校 包含成功大學在內的學校 編譯器還有編譯系統是必修的 就是我們希望 我們老師們是希望學生 有機會去做一些多元的開發 不是只說 不是只有去輪班 畢竟 輪班以外的事件 還是有很多很美妙的 就是說你 學會編譯器的開發 你有機會 遇用你所學去克服很多問題 好 好 然後接著 糟糕 壞掉了 欸 哇 這壞掉了 這壞掉 記一下 壞掉 這個 記一下 壞掉了 好 這我們之後來修整 這是那個 先標示一下 這句吧 這個是 因為我們每周都會調整教材 對不對 就是有些時候會有那個 出錯的狀況 細細細 好 好 那這樣既然講到這個編譯器 好 我們開始來講那個 編譯器的這個 相關的議題 好 然後呢 這邊有幾個講座呢 很有趣 來看看 好 抱歉我的口聲纏就是有趣 咬我 反正我去 我覺得電腦很好玩 那我很幸運就是可以 可以 在有趣的東西打轉 好 那這邊呢 我們就要介紹呢 最後這個講座是2018年的講座 有 有 有時間 其實很久沒有更新了 那這個 哎呀 這個請你原諒我啊 因為這個書本的寫書 比我想要花時間了 好 那這邊呢 就是跟你介紹一個編譯器的原理 那 沒有特別講最佳話 但是又跟你講一些議題 然後呢 注意到就是說呢 在20年前 當時20年前 就是1998年 1998年的時候 我在苗栗老家 我用Penton Penton電腦 那是CPU史脈 是133 然後那時候的那個 G7C呢 是2.8 2.8.0 然後 就是它在1998年 1月14號釋出2.8 然後呢 1998年的3月呢 發布2.8.1 然後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那個原始程式嘛 只有8MB 8MB 你知道什麼這個概念嗎 8MB 就是你用手機 拍兩張照片 欸不對 一張照片 一張照片 一張照片就可能5MB了 你知道意思嗎 就是8MB 什麼概念呢 就是你還不夠你用現在手機拍兩張照片 你知道這件事神奇吧 對不對 然後呢 全部的程式碼才53萬行而已 那西元再啟動33萬行 所以說就那個年代其實 沒有必要去開像Linus核心這種課 因為很多時候你自己看就看的會 然後 但是現在不一樣啦 你知道你看喔 就是 8.2.0到什麼時候 2018年對不對 你剛才記得嗎 剛剛Linus Trust不是講對不對 Linus Trust在2019年用2.8.1 對不對 然後呢它整個東西呢 就是打包的程式碼呢 占了109MB 從8MB到109MB 你知道那個空間多差有多大對不對 太可怕啦 然後 然後呢 你再找起來可以看到Linus Trust在寫程式 但是就是 就是這個 而且呢 那件事你可能難想像喔 在那個1998年 1998年 因為那個程式碼才241行 對 你沒有聽錯就是 就是GCC 在1998年已經可以編一大堆程式了 你知道 那時候呢 GCC可以拿來編什麼程式 可以編輯Linus Kernel 然後後來甚至毀滅戰士 DOOM 也是用GCC來編譯的 就是那個年代 就是 那個毀滅戰士很有名的遊戲 其他可以用那個 可以做編譯 然後但是它的這個 測試程式碼才241行 所以就是說呢 其實很多時代都不一樣 所以我之前上課有跟他講 就是我以前對Kernel做貢獻 其實說的那就是碰巧發現 然後去貢獻 那現在不一樣 你一定要有很充分的認知 你再去貢獻 因為那個完全不同的難度 你看 從8行 你要知道 其實我1998年我也改過GCC 就是那個 好恨不提當你有 但是你看 靠北亞這個東西 那你說 你很好奇現在程式碼是怎麼歸夢 自己去下載 那個很驚人 我就不展示給你看看 就是那個 太可怕了 然後那個原始程式碼呢 從那個什麼 從33萬行變成752萬行 而且這個東西還在增加 20年的時間 原始程式碼膨脹14倍 太可怕了對不對 歡迎來到21世紀 這就是這麼難 然後呢 這個 所以你要知道 反撲歸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對不對 就是說 你做一個東西 他反撲歸真 然後他剛好可以預作 而且呢 他可能跟GCC的那個 沒有開啟最佳化的話 可能有七成的效能 這就是我們要做的 我們那時候就做一個專案 叫阿嬤西西 那如果叫阿嬤呢 你去問朱立倫 很簡單 你Google說明阿嬤 朱立倫選總統 然後那就是呼應那個朱立倫 因為那個朱立倫 夢到那個阿嬤 阿嬤說 哎呦你要去選總統啊 那我們就看到這個東西 阿嬤叫我去寫編譯器啊 而且這個編譯器呢 就是要做到GCC 七成的效能 就是說那個1500行 做出這個GCC 這個幾百萬行的那個部分效能 這是做得到 所以我們就是展示給大家看 而且呢這個 為什麼要了解編譯器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說呢 這個在像那個 以戰鬥機 軍工業來講 這是有一個那個IBM的簡報 講到什麼呢 就是1960代啊 其實只有8%的部分 是用那個軟體控制的 然後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後來呢 像F-35 那F-35是一個很很關鍵的 其實你可以看到美蘇戰爭 就是以前那個冷戰時期啊 美國跟蘇聯那個戰爭 那 蘇凱21跟那個F-35 其實你可以看到說它是一個 它已經一個不同世代了 就是以前在美蘇競爭的時候呢 其實因為當時蘇聯有一些 很特別的策略 就是說 美國會重視是整體的 就是說它在設計戰鬥機 設計還有那些培訓啊 維修 它就是一個 它就是 你想像金字塔這樣 一層一層提上去的 但是前蘇聯就是有時候就是急救章 那就是說 它可能戰鬥機像蘇凱 那個那個 蘇凱戰鬥機呢 它就會去令人詬病的問題啊 就是它可能就是 有一些地方它的性能非常好 比方說它的音速 它當時就是蘇凱戰 系列戰術機呢 很早就可以做到超音速的飛行 但是它對於那個 飛行人的要求很高 而且最重要是它的那個 投殺率很低 也就是說它那個戰鬥機 雖然可以衝鋒殺陣 好像看起來很厲害 但是它的消耗率很大 而且這就是對那個 戰鬥機的那個駕駛員的要求很高 像那個美蘇戰爭那個年代其實很有趣啊 就是那時候 美國跟蘇聯都有很多大量的間諜 彼此都是埋伏 當然不乏那個雙面間諜 然後呢 後來就是有一個 我那時候看到一個報告很有趣啊 就是說有一個 美國呢 取得那個蘇凱戰鬥機的參數 然後就發現奇怪 這個蘇凱戰鬥機 就是美國當年發展的F-10用 也不會輸給蘇凱戰鬥機 但是為什麼某些地方的表現呢 就是遜於前蘇聯的戰鬥機 後來發現呢 其實是前蘇聯的駕駛員 就是飛行員 其實是玩命的在用的 也就是說 它沒辦法用正規的方式來飛 就是用奇怪的方式來飛 那這些奇怪的方式呢 就是用一個 就是很特別 也就是說某些飛行員才可以飛到那種等級 並不是說經過常規訓練可以做到 它就很特別 很有天分 然後可能會有一個很致命的問題 然後蘇凱戰鬥機很多 很多問題 那為什麼蘇凱戰鬥機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呢 其實也曝露了他們軟體的頭顱不夠 我們知道就是說在半導體 當年的那個矽谷為什麼叫矽谷 它的那個半導體設計呢 是比較差的 然後呢有本書叫做晶片 那個晶片戰爭 我可能有聽過了 那裡面就講那個前蘇聯的故事 講得非常的精彩 然後另外一個缺陷是什麼呢 就是前蘇聯呢 不只是在晶片落後 它其實它整個那個系統軟體也是落後的 那本晶片戰爭沒寫到就比較可惜啊 就是說其實當時前蘇聯也派很多間諜去偷 去偷那個貝爾實驗室還有相關大學的那些成果 但是其實他們跟那個美國的發展還是有一個世代落後 也就是說呢 蘇聯呢 前蘇聯在這個軍工業非常強大 前蘇聯呢 包括說現在的這個烏克蘭 其實它那個軍工很強的 你如果注意看烏克蘭 要看到無人機 它無人機的發展是很厲害的 但是它的軟體 硬體是有欠缺的 所以他們必須用能力 然後很優秀的或者很特別的人去補充這些調整 但是那個美國的發展就是一個 比較全面的 就是說它從在弄硬鐵設計 軟體然後維修 就一路這樣子建國起來 然後最後這個太空工業 還有跟這個軍工業 其實跟台灣有很大的觀點 那不幸的話你可以去看看我們的F16 那其實是在整個美國亞洲很重要的一個夥伴 然後這個跟這個領主艦有關係 所以台灣雖然沒辦法再重現30年前那個金國號 IDF戰鬥機那個就是有辦法自主設計的年代 但是現在來講台灣其實在這個 我們還是有很大的議題 那我也希望說大家能夠去關注這個太空工業 因為其實太空工業是一個 還有很大的調整空間的部分 那我自己大概也是從 大概從10年前開始我就 沒有比較少在看那個手機了 那我就我這10年內花比較多力氣 就是在那種自動控制的還有軍工業的部分 那這個之後上課有機會再跟大家提醒 就是跟大家分享 那其實這裡面都是要編輯器 為什麼 因為你唯有透過編輯器 你兩個才能用更精準的 你想用CPU check 有時候會告訴你一些錯誤的資訊 對不對 或是誤判 Force Parts提供的資訊 但是如果你有辦法設計一個特殊的一個編輯器 就可以去檢查 那這件事其實Linus-to-art自己就寫過了 Linus-to-art 他就寫過一個工具叫SPAS 對 不是SPAS memory 就是有一個工具他就叫SPAS 然後這個人是誰寫的 Linus-to-art 這個工具就是一個靜態分析器 對靜態分析 然後當然後來的SPAS有做很大很大的調整 已經不是現在的樣子了 但是就是 但是就是你要知道就是說 為了要能夠解決問題 其實開發者必須要討論大力氣 所以Linus-to-art對編輯器也是熟的 他能夠寫出一個靜態分析器 所以比老實 他在赫星基大學 還有更早之前所學的那個 計算機結構啦 計算機的原理啦 還有編輯器的知識是有幫助的 所以再次說明就是說 我們講實作呢 理論跟實作是一體兩面 絕對不是說實作就是黑手 那理論就是不碰實物 不是 像這個Linus課筒裡面 就大量看到這種東西的存在 其實又要搞懂理論 又要搞懂實作 然後又要能夠持續的演化 那也是我希望呢 大家在這部課 真正能夠感受到 學習到的東西 好 那這個是那個編輯器 有錄影之一般看 然後接著我們來講那個 講那個什麼呢 講那個 未定行為 未定行為 這個 一樣這個是講說比較舊的 那所以有些內容可能是過時啦 好 然後 曾經呢 曾經呢 在台灣 曾經有一段時間很喜歡出的題目 愛加加加加加愛 然後呢 這個東西呢 其實它是未定義的行為 注意到呢 這個東西呢 在 新的 西加加標準的已經不一樣 就西加標準其實已經有定義這些事了 新的 但是呢 在這個目前的這個 我們講西一一啦 西一八 這個東西呢 是未定義的 因為呢 所以主要 這個二零八年 就是二零八年 講的東西 所以幫助西一八 西八在內的標準呢 它沒有規定呢 加加 愛加加跟加加愛的加一 到底是哪一個敘述 哪一個時間點做完 所以呢 在不同的編輯呢 如果有不同的位置加一 就會導致截然不同的行為 好 那這邊要搞清楚兩個旗會 一個叫 主要我們標題叫 未定義行為 其實正確的說法是 未定義 還有未指定行為 不過就很老實 我們標題還是寫 我們標題還是寫 未定義行為 對不對 但其實是兩個 兩個東西 一個叫 未 一個叫未定義 一個叫 未指定 好 Undefined Behavior 是說呢 這東西呢 是在城市語言的規範 像C99啦 C18 C23 這樣的規範 沒有明確定義的 所以它 所以叫UB 然後呢 注意到UB 我們一般是講上面這個東西 然後呢 另外一個東西叫 Unspecific Behaviour 就是說這個行為呢 其實依賴編輯器的實作 跟它的那個 在什麼平台而定 所以注意到這兩個東西呢 其實是講不同的事情 只是說我們為了 講話的方便 我們把標題改過了 所以注意到這兩個是不同的議題 好 休息一下 休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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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3 5 好 我們剛才提到的就是 Undefined Behavior 跟 Unspecified Unspecified Behavior 然後呢 就是一個呢 是 是講 語言規範沒有提到的事情 然後注意到 我們剛才提到的就是說 如果 一個程式行為呢 沒有在語言裡面規範呢 我們稱為叫UB 這個UB呢 是 跟編輯器最佳化 有很大的關聯 然後另外一個呢 是講這個 行為呢 跟實作 編輯器實作環境有關 好 直接看這個例子 他那麼要講話 你看到第三行 第三行這個東西 N++ N++ 這個東西呢 顯然我要做N++的話呢 它的順序很關鍵 到底先處理這個N++呢 還是處理中間這個N++ 還是左邊N++ 是最新的 很難講 然後呢這個東西呢 注意到程式語言呢 沒有規範 規範這個東西的順序 所以這個東西我稱為 Unspecified Behavior 然後呢 在這邊來講話呢 很有趣啊 你看到 我們都把那地址拿出來 然後這個 來講話呢 到底怎麼去傳入呢 是取決於什麼 取決於 取決於編輯器怎麼做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什麼 Unspecified Behavior 因為這件事跟ABI規範有關 也就是說呢 事實上 ABI是有規範的 ABI是有規範的 就是 這個ABI是講 Application Binding Interface 我們有一個講座叫韓式呼叫片 欸 有沒有印象 好了 知道我拿出來給你看 有沒有 我們有講這個韓式呼叫 聽說講到ABI 注意到 學習 這個過程中呢 其實ABI 是要有一定的認知的 好 所以你看喔 這邊呢 是程式語裡面會辦的事情 然後韓式呼叫呢 是 ABI 是定義的參數 這個東西呢 是 Unspecified Behavior 那關於這個UB呢 就是Unspecified Behavior 這個定義 就是 就講這樣 然後呢 這個CFIQ呢 有一個完整 就是更詳細的描述 然後 你會好奇說 為什麼這個程式語言呢 要有這個UB的存在 好 你看喔 這東西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如果呢 我們程式語言不容許 Unspecified Behavior的話呢 你要做編輯 最佳話就可能編了 就能看到 假如我今天先A乘 X乘2 再除2 那先乘再除 不就是一樣嗎 先乘再除 不同啊 因為X乘2的時候 當下可能會發生什麼 Overflow 所以呢 編輯器最佳話的時候 要假設什麼 假設X乘2 不會發生Overflow 好 拿來除2 所以其實這件事很難喔 因為難的地方是什麼 有幾個點 第一個你要先了解這個 這個什麼 順序問題 就是我做Evaluation 注意到這個詞叫Evaluation Evaluation Evaluation 這個很難翻譯啊 就是不是這個字 不是評價這個字 就是說你要去真的做計算 就有點像說你按一個計算機 不要按一個計算機 1加1 你按1加1的那個當下 其實沒有做別的事 但是呢就是你要按下Enter 才真的去計算 所以你看這個Google 你知道這個功能吧 這功能超好用的 我超愛這個功能 還可以做什麼 SignX 這很好用 對不對 它可以幫你畫 畫那個SignX圖 那回到剛剛的1加1 當我打下1加1等於的時候 那這一刻呢其實怎樣 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做Evaluation 但是我一旦按下Enter 按下Enter呢 浮現出這個計算機的畫面 告訴我這個結果等於2 這個東西稱之為Evaluate 那你說那我繼續按Enter 會發現是就是繼續Evaluate 所以就這樣 不要小看這件事 這個就是說呢 因為1加1未必會等於2 要看你什麼場景 就是數學系的同學可能會理解 你在那個數學導論 這個數學系必修的數學導論 就會感受到1加1 不等於2的時候呢 是什麼樣的場景 好但是呢 去真正去計算 我們就稱之為Evaluate 注意到這件事 好然後呢這個東西呢 就是有確定什麼呢 如果要做追加的話 就是說我不會急著去Evaluate 因為一旦我去Evaluate 就可能會發生Overload 那我就可能就要花很多力氣 檢查它會發生Overload 還是不發生Overload 但是呢我這邊來講的話 就是我稱會叫做 我們稱會叫什麼 叫做Lazy Evaluate Lazy Evaluation 那這東西呢 在那個講程式語言啊 還有講這個虛擬機器啊 講這些動態語言 動態程式語言 然後其實大量會存在這種東西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最佳化策略 然後呢 因為UB的存在 讓這件事可以發生 反過來說如果沒有 如果剛才講的操作呢 是不允許UB 也就是說呢 我就一定要先去Evaluate X2 再叫除2 那這樣的話呢 其實你會有大量的 檢查用的程式碼存在 那會好奇啊 那其他程式語言 到底怎麼幹呢 另外的事情 也許我們有機會再跟大家探討 那總之就是說 這件事就是為了要允許 最佳化的發生 好 然後呢 這件事呢 很難的地方是什麼 又是數值範圍 又要去推導 什麼東西是暗善 跟不是暗善 這東西非常有趣 然後這邊有底下一個 很精彩的案例 一定要去看 然後又又看到可愛的主委員 注意到我們今天學習主委員 那並不是要你從無道理去寫一段程式碼 其實不是 尤其在台灣的業界 那個所謂的台灣業界的討論 我覺得很討厭 就是一堆老古董 在講那個上個世代的事情 他上個世代沒有做多好 對不對 而且他又沒有 你說你上個世代過得好 那為什麼這個世代 沒有把你自己所學的東西 貢獻給社會 或者把你的引導的 或是指導的人 拉得更好 沒有啊對不對 如果沒有做到這件事 時間要給你退休 那或者說因為錢還不夠 所以知道呆呆的業界 然後呢 然後呢 情不新的 我覺得那個不好 然後就是說我們應該去提升 整體那個整體的素養 才能夠 把整個這個資訊科技的那個層次 有更高的視野 他會把 站在更高的地方 有更廣的視野 才會把他知道說 哪個東西是可以琢磨的 然後可以發揮他效應 好 那這邊呢 就有個非常棒的地方 就是講這個 然後這個精彩演講 好 然後呢 這邊給你一個提示 那個有個研討會叫CPy.com 那 他的那個演講結束之後呢 大量的錄影都會 線上可以存取 好 那我也常常看這個錄影 其實又給我很多啟發 好 那底下就很精彩講這些事情 好 一樣 請你慢慢看這個錄影 好 然後還有相關的說明 然後至於剛才有些材料 是後來才加進來的 所以有些東西是 對有些東西就是跟想不一樣 欸有沒有看到國企 這又是另外的事情 還跟那個 還跟那個遠端公企有關 這是自然問題 自然問題跟國企有關 酷吧 然後 然後 好 接著要終於來講編譯器啦 編譯器最佳話 好 那注意到這個東西呢 是Linus To Us 在內開發很重視的議題 好 這個 講座的很複雜 有分上下 好 有些內容其實要更新 因為我207年以後就沒再講 然後 你要了解到就是說呢 其實現在的編譯器真的做了很多 你沒有想過的事情 像這個把B的內容指派到A 注意到不要把說A負值B 不要講這個東西 不是這樣 它是B的內容指派到A 各位請念 把B的內容指派到變數A 然後這個東西呢 其實困擾的地方是什麼呢 難就難再說呢 其實你不曉得說 把B的內容指派到A的時候 有沒有其他資訊在改變B的內容 或是有沒有另外一個資訊 也要對A這個變數做Stone 所以其實問題就出在 另外呢這邊的涉及到至少有Load Load B AndStone A 那你能不能保證這件事呢 是儀器合成完成 還記得我們在第三週呢 講這個Atomic 還記得嗎 好啦 我知道你可能忘記了 我們第三週呢有講到這個 講的Atomic 對不對 講到 講那個什麼 並行和多子音序成設計 對不對 對 有同學會說 第三週不是放假嗎 我們這門課不放假的 就是我們 我們 只分實體的跟線上的 然後就是說這個我們會以 像念的核心設計會以實體為主 但是如果遇到的國定假期呢 就是往航依舊上課 只是說你在家學 好 然後在這個並行和多子音序成設計的講座裡面 就講到什麼 Atomic 那講到Atomic的地方呢 就有提到什麼東西呢 就有提到 是否能一氣呵成完成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本身就是一個很困難問題 就是 編劑器呢 其實在做最佳話的時候 會有做一些假設 但是這個假設呢 跟人們的期待有可能會有落差 那所以這件事呢 就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這篇文章呢 是針對令史核心 就跟你說呢 其實編劑器呢 它有些最佳話的手段 它做了一些Assumption 做了一些假設 做了一些 預先成立的條件 這些條件呢 不見得會成立 那這些東西呢 其實在坎坑呢 是會很很可怕的問題 所以呢 編劑器的 尤其是編劑器的 最佳越來越強的時候呢 這些最佳話到底會不會 讓我們導致一些危險 所以我們了解 編劑器最佳話 是要逃出困境 因為編劑器最佳話 其實已經很難關閉了 你說為什麼沒有要關閉啊 不是把那個 加一個選項就好了 問題是很多城市呢 其實不能隨便把它關閉這佳話 好你看喔 像我們的手機 手機的話呢 像這支手機 它有兩個bloger 就是它有第一個bloger 載入第二個bloger 第二個bloger載入Linus Cardinal 好 其實它不只兩個 好 這邊有錄影 不能講太明白 因為你知道這個 裡面用的是連發根景品 連發根有些獨門絕技 但是 你可以概率說是有兩個bloger 概念上有兩個 然後呢 第一個bloger載入第二個bloger 第二個bloger 第二個bloger載入Linus Cardinal 然後這個流程是這樣對不對 但是第一個bloger很關鍵 第一個bloger的空間是被限制的 也就是說呢 如果呢你想要用西語言去寫第一個bloger 你勢必要開啟追加化 至少要ultimize for size GCC ultimize for size 否則呢 你連第一個bloger都沒辦法放進什麼 放進你的手機裡面 然後 因為第一個bloger要載入第二個 好 所以你一定要去把第一個bloger 一定可以載入 所以我們就仰賴這個OS ultimize for size這樣的編輯選項 好 然後呢 但是這個選項一旦打開的時候 有可能某些狀況呢 會跟你預期的不同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呢 就只好去判斷 大家到底是GCC的bug 還是我們在城市開發中 可能遇到的問題 所以注意到我們在研究 Linus Cardinal的時候 其實要能夠了解 GCC行為是符合預期 這也是為什麼你要讀規格書 然後你來判斷 這個東西是不是undefined behavior 還是un specified behavior 還是根本GCC或是類似的編輯器 就是有問題 你說有問題怎麼辦 我看不懂GCC怎麼辦 至少你要能夠參與討論 或是講更明白 至少你要能夠下關鍵字 你不能把出信貼到Google搜尋上 應該很多人幹得過這種事 但是這種幫助也小了 為什麼 因為很多東西是訊息一樣 訊息是一樣的 但是成因完全不同 然後你就花很多時間在搜尋 像有些同學跟我說 老師我上這門課花很多時間在Google搜尋 我就會說 不要 如果你在這門課花很多時間在Google搜尋 那我跟你講 你完全沒有學習效果 第一個呢 我有很多資料就幫你找好了 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說 其實這門課你更多時候在探索 你必須要做實驗 而不是花力氣在Google搜尋上面 對吧 而且我們有客人討論去 如果遇到問題的時候 不討論拿出來 遇事不決 量子力學 對不對 就是你要把那個 不理解就提出來吧 對不對 不懂就問 不要怕丟臉 然後說我怕丟臉 真正丟臉的是什麼 人家當你不存在 對吧 你不是想去Google嗎 對不對 那但是你看 3月4號的時候 3月4號我去台大 因為我家在台大旁邊 我就走去台大 那走去台大看了什麼 看了那個什麼 就業波來 然後呢 就是 就是 就是有些公司呢 就特別熱門 像台積電很熱門嘛 那攤位裡面結了一堆人 然後呢 但是你喜歡的公司 好像可能 可能台積電不會排第一吧 對不對 你想去Google嘛 對不對 我知道你意思嘛 你想去Google嘛 如果有Facebook可以去 也不錯嘛 那Apple好不好 Apple也想去 你想去Google 想去Facebook 想去Apple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人家不來攤位呢 人家不來攤位不攤嗎 人家對你沒期待嘛 對不對 就不需要特別擺攤嘛 對不對 你說台灣的工程師很優秀 那是個場面話 好嗎 你看哪一公司擺攤就知道 對不對 Google為什麼不在那邊擺攤說 趕快加入我們Google吧 你還是幫Google賺錢比較實在 偶爾講一下雞湯文 因為這個上課上這邊 我不知道還有多少人還活著 好 總之就是這個編劑最佳話 其實你要了解 了解其實你要了解就是 不是指它的原理 你要知道這個編劑其實它無所不在 而且我們只有了解它的行為 才能夠對症下壓 然後做對應的調整 好 接著我們來講一個這個講座 這個講座我們可以講很久 其實這個講座我已經講了好幾年了 最初是2011年的時候我在台北科技大學 我跟台北科技大學有很大的淵源 這個我們之後會跟大家講這個故事 總之就是看台北科技大學的演講 我不問什麼酬勞 然後就是只要台北大學演講 只要邀請我演講我通常就會去 因為就是我跟大家有一點淵源 然後最初的這一份簡報也是在台北科技大學發表的 然後這邊就是我想要在一個不需要有編劑開發的背景的人 也可以看得懂 所以我希望去整理這樣的一個材料 那這邊的話就是跟我的同事們一起合作的 像這個Keto Keto目前在Sci-Fi 就是做Risk-Fi的編劑 所以如果說你搜尋Keto Keto Risk-Fi 那你可以找到它很多在GCC 它也是GCC的這個共同的這個 共同的開發 就是其中一個貢獻者 那貢獻主要就是Risk-Fi 有關的部分 然後Luz呢過去也是在做這個GCC開發的 那以前我們都同一個公司 那後來我們就各自有職業發展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希望呢 可以從這個原始程式碼到二經會 了解 然後成為電腦主人 主要的這句話聽起來好像沒什麼 但是想想很難對不對 你買一台電腦 有多少東西你可以自己掌握的 這很困難對不對 哪一天Windows一升級 然後你電腦就變成一個破銅爛鐵對不對 這我想這不是大家期望的 然後呢裡面會搭配UN的架構跟MIPS的架構作為示範 然後你不需要有編劑器背景 但是可以這邊有一定的認知 然後你要知道就是說呢 像你寫個Hello這種程式 其實它其實它編譯是回事 它的執行其實涉及到系統呼叫 比方說呢在這個你的Share Share就是可以打命令 你可以打命令的環境 可以輸入這些命令 然後可以執行這個環境 我就升了Share Share能夠執行你的程式 其實它需要韓式呼叫叫ESECVE 然後它需要一個系統呼叫叫ESECVE 然後在這邊講是Linx Kernel 它有一個進入點叫Sys底線ESCVE 那其實Kernel裡面要做很多動作 包含說驗證執行檔 配置那些行程的空間 然後事實上的程式有可能是動態編譯的 動態連結的 而且動態連結的話 可能還需要一個額外的動態連結器 那可能還需要額外的C語還是酷 像GWC這樣的一個實作 那這個裡面有很多議題 我就不細講 那我想要跟你特別講到的是說 想讓你知道現代編譯可以做多強大的事情 廣告很多很討厭 又是廣告 那我們剛剛不是叫大家抄個關鍵字吧 SSA 然後SSA可以做這些最佳話 然後我現在沒辦法跟你細講 那我想要讓你提解到 有了SSA這個編譯可以做到多好 你在大學課堂呢 能夠寫出來的編譯大概是左邊的成果 就是你可以把右邊的程式碼轉變成左邊 注意到下面都有點點點表示 表示有一對組合員 然後但是如果你要看一個現代編譯 它做到什麼等級 是要右下角 右下角它是按的組合員 雖然你對組合員不見得有認知 但是顯然意見你發生什麼事 顯然發現 欸 它就是得到零耶 對不對 就是 原始程式碼 有這麼多行吸引員程式 但是最後組合員進來什麼 只有兩道指令 而且如果你對按的認知多一點的話 你知道這個什麼東西是什麼 這是回去原本的呼叫端 也就是說 這個就是main 從main台式離開 離開main台式的指令 就是這個bx 然後意思意味著什麼呢 上面呢 這些敘述 A也好 B也好 C也好 還有這個回圈 這些敘述 英文叫做stamen 西元的一個術語叫stamen 這些stamen 最終就變成一個零 帥吧 很神奇吧對不對 好今天我們剛才來看一個東西 這東西是這樣 這個 你們看5566 5566是什麼 5566是亞洲天團啊對不對 所以它很大 然後 欸 羅志祥是5566的吧 欸不是喔 那個 566是誰 566是誰啊 發現好 我們教材很久沒更新 566是誰啊 566 欸 566我只記得五難過 謝謝 那羅志祥是另外的 羅志祥是 羅志祥是我們下週講那個編譯器 那講那個排層器的時候我講了 566 然後那個 5566誰呢 喔 我有五個人喔 五個團員六大領域 所以那個 到底是誰啊 誰想不起來 喔 孫協志啊 對對對 好 所以5566是個亞洲天團 很大很大 記得很大 好 這時候好玩喔 c呢是一個很大的字 然後呢 你看喔 倍除數是這個 a乘以b加i是倍除數 好 然後呢 這個是除數 好 然後呢 只要呢 倍除數 永遠小於除數 在整數除法呢 就會得到0 所以這個東西呢 重點是什麼 重點就是說呢 呃 你的操作來講的話 只要你的倍除數永遠 是小於 除數的話呢 就會等到0 那你說欸 這些事聽起來有趣的對不對 或者說你欸 這我沒有注意到對不對 你說編譯器怎麼會聰明到做這個對不對 這編譯器厲害啦對不對 就是這個這個這個 強吧 好 那這個後面呢 就很多解說了 這個請你搭配我的講座 這裡慢慢看 我只是想提醒你呢 這就是21世紀 要注意到21世紀 要做到那個等級 才會怎樣 才會及格 所以你們發現 21世紀的及格標準有多高啊 就是要做到SSA搭配一大堆 Altimization 注意到那是及格而已喔 及格 跟我們一起念及格 那所以呢 21世紀呢 整個事件呢 被提升很大 這也是為什麼要開 令人核心設計這門課 或者令人核心持作這門課 因為 21世紀的整個機格標 拉得很高啊 你不是寫 你知道你寫的東西 以前還可以叫玩具 對吧 我20年前修編譯器的時候 我可以說我家的東西要玩具 寫在履意表上說 哎呦 開發一個玩具編譯器 對不起 21世紀 沒有Altimizing compiler就是一個 垃圾不如的東西 那說垃圾不如的東西 為什麼教學人寫 那另外一回事嘛 就是順便在大學 像我們大學 像我們成大資訊系 我們編譯器這門課呢 是大學三年級下學期 這是最後一次 能夠要求同學寫程式的機會 所以我們更多的時候 與其說我們在教編譯器 不如說我們在教大家 讓大家最後一次要求大家寫程式 因為很多時候呢 大家之後就沒機會寫程式了 這也沒關係啦 就是以大學教育來講 就最後一次要求大家寫 寫一個垃圾不讀的東西 也好了 表示你有花點時間投入了 所以我們就當寫程式的驗證 因為我們大學一年級的程式語言 不是程式語言 大學一年級的程式設計這門課 教你七億元 然後呢 後來教你C++ 然後後來中間有一些上課 那到了大三下 就最後一次寫程式 好 那所以呢 我希望真的你要了解 我們今天做這個最佳話呢 是一個必然為之的事情 它就是個及格標準 所以不要把這件事想多遙遠 不是 它及格標準而已 然後呢 在這種最佳話期 其實還考慮到額外的議題 比方說呢 我假裝有給你兩個有號整數 那跟A跟B 就是有號整數 它的寬度 資料寬度是32倍次 那你看喔 原本呢 有一個這樣的一個敘述 就是B一落小於年度會傳A 所以它不是會傳B 是會傳A++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敘述 最大的英語叫做Statement 這個敘述呢 其實可以換成這個 喔 注意到 這個 上下呢 是等價的 好 上下為什麼等價呢 這個這個 請你自己去推敲 然後呢 編氣呢 其實會 也可以 把它上面的換成下面這個 那這個就是一種最佳話 這個最佳話就是需要你對數值系統 對二補數對相關的這個操作 有一定的認知才做得到 而且呢 這個一樣 也是最基本的 就最基本的最佳話 沒什麼特別的 但是你要了解它的原理 然後 那底下還有一些 額外的一些 最佳話策略 包括說我們在第一週的課程介紹 其實有提到什麼 提到那個 編氣額外做哪些事 然後甚至呢 在我們前 第三週有要求大家看的教材 地毀呼叫篇 就講到這個Tail Recursion 所以呢 其實它可以把 地毀的程式轉變成一個什麼 不需要地毀的 然後透過GoTo來減少StakeFrame的操作 好 那所以呢 原本這個程式版 注意到 就是西元編氣呢 注意到 21世紀的編氣 能夠活下的編氣 其實都要能夠做到這件事 就是把上面這個 把這個上面的地毀操作 對不對 地毀 轉換成底下的這個形式 所以原本上面是Recursive 下面就是Iterative 對不對 那所以這就是 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轉變 注意到這個東西呢 有很多這樣的一個策略 那這個 這個就有 然後 或者說像這個 因為儲法指定是很 很耗成本 所以你可以把它換成這樣的操作 對 不要懷疑 你說這什麼鬼啊 你看 這是儲法 然後呢 你可以把它換成 這樣的東西 你說這什麼鬼東西啊 這個東西給你提示啊 就是先去判斷的Y Y是不是 A power of 2 也就是它是不是2的幣 我就區分2的幣 如果它是2的幣的話呢 就是這樣子可以解決 那如果它不是2的幣的話呢 再用另外一個方式去做 所以就是可以換成這個方式 注意到編氣呢 還會額外再做某些神奇的事情 比如說你去除一個常數 比如說一個X X變數 我除一個211 或是315 反正你除一個某些數值呢 你就發現你去對照 最後產生的組合園的程式嘛 跟你想的會不一樣 因為它有一些 額外的一些最佳話 不然說我們再來第二週 你們想 我們第二週呢 有個作業要求什麼 要去思考說 我的Mardule運算 Mardule運算 有沒有辦法產生更快的程式 好 這可能真的去想 這可以從幾個地方去切入 比方說數論 對比方數論 數論 然後呢 廢馬小定律 不是定律 定律 廢馬小定律 然後這個東西呢 跟那個 直數的檢驗有關聯 然後呢 你可以去思考 就是呢 提名的給你那個值 一個很大的值 那個很大的值呢 它是不是直數 如果它是直數 該怎麼運用數論 然後呢 去降低 Mardule operation的成本 因為這個Mardule本身就是出法 在很多議題上的出法 需要更多的CPU Cycle 這個就是可以思考 然後呢 Bus又可以拿出來用了 所以我們本週呢 會對應的測驗體 讓大家 讓大家 思考 這個東西可以做什麼事 好 總之呢 這個東西呢 要思考的東西很多 然後呢 你還考慮到一些 追加車位 比方說有一個東西叫Pico Optimization 這個 就是 衣管虧天的方式呢 就是 去 一次看一個區段內的指令 一段的 指令的序列 有沒有可以最佳號的空間 然後呢 你在這個看呢 這個字好像看起來很奇怪對不對 Pico 總之讓你想到什麼奇怪的東西 這個東西有梗啊 為什麼叫Pico 這個東西有梗啊 所以其實是 有這樣的東西啊 對不對 這個 然後就是這個 有可能 所以就是那種Pping Time Pping Time那個典故 所以其實我們那個電腦科學裡面 真的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對不對 就是不是只有學到那個想法而已 我們可以學到很多歷史典故 對不對 有趣吧對不對 所以要來上課啊對不對 然後呢 我有一個講座的講案裡面的處理器 好 那如果今年呢 今天呢 反正我們都會依據學任的狀態 學任的 看有多少的學任會剩下來 看你的期待 好 所以就是這樣 我們在第六週呢 會安排這個一對一討論 比如現在跟我討論的嘛 因為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撐著 但是就是第六週 開始我們可以來跟你 應對一的討論 那就是一次30分鐘 然後呢 先去了解你的學習狀況 然後依據你的需求去設計 去做因應的變化 好 那總之呢 這個 還有講ABI ABI很關鍵 所以這個東西也可以搭配韓式呼叫來看 好 所以就是這個講座呢 相當於是把這個前面幾週的那個像 低迴處理啦 韓式呼叫啦 還有BYS這些操作 全部會整起來 好 然後呢 這時候就會有對一個練習題 讓你更了解這個 要考慮的 考慮的 因素 好 那看到目前為止的話呢 那你有沒有發現 我要學東西真的很多的唄 好 所以才要讀書嘛 好 然後我們測驗題的存在就是為了 讓大家可以多一點 多一點力氣 好 多一點 多一點面相 可以捲驗自己的認知狀況 好 那提醒大家就是記得填表格 你填表格才會拿到書 好 會拿到什麼書呢 會拿到這一本 那這本書呢 就像標題上講的 其實就是一樣 我想去揭露呢 整個Linus CPU排程器的這個 實作 設計實作 還有一些相關的一些典故啦 發展因素 那注意到呢 你不能把它檢測叫Linus Schedule 某些時候可以檢測叫Linus Schedule 但是呢 因為Linus裡面很多schedule Linus裡面呢 其實還有這個額外的像Io Schedule 不要懷疑 Linus有Io Schedule Io的排程器 然後Linus裡面還有什麼 Network Schedule 所以注意到Linus排程器很多種 其實這個都存在 Linus裡面有 Network Schedule Io Schedule 但是呢 我們這邊講的東西呢 是CPU Schedule 那在某些地方呢 也被叫做 Process Schedule 那不過因為 講Process Schedule 這個應該說上個世紀講Process Schedule OK 因為上個世紀大部分的那個 Unis的系統 其實都是排程的單元還是Process 但是在這個世紀就不一樣了 這個世紀像Linus來講話呢 它排程最小單元其實是Task 那如果是FreeBSD的話呢 它的最小單元是 它的最小單元是 它最小單元是 Thread 所以其實那個講Process Schedule 其實不 不合適 因為其實 其實那個最小單元是不一樣的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要開始講這個第一章 那你說我還沒拿到書怎麼辦 沒關係我們這週會就會寄給大家 那記得停表啊 那有同學說 欸我這本書 我覺得這本書很有趣 我可不可以分享給其他同學 可以的 但是你告訴我分享給誰的 因為萬一寫錯 因為你來上這本課 你知道哪些內容是錯的 對吧 你來上這本課發現哪些內容是要調整的 但是如果你分享給其他同學 那其他同學沒來上課 他可能就會錯過那個錯誤的 他可能就是某些錯誤內容不想看下去了 結果可能發生這種事 所以總之就是 你要分享給別人的話 你請你告訴我 然後這樣的話我 我才知道 這個要通知給誰嘛 對不對 或是說某一個已經錯誤的版本 到底發佈了多少份 那其實對我來講 就是我需要去了解 到底哪些人在讀這些書 然後可不可以給我一些意見的回饋 這樣好 然後呢 這本書呢 我想呼應 Linus Watts在TED的訪談裡面講 他說呢 我不是一個Visionist 我不是一個院子家 我是一個工程師 然後呢 我對其他人有崇高理想 或是總是在看不同的事物 他們沒有什麼意見 但是呢 我就在意什麼 我就是路見不平拿Patch來填 對不對 我就是看到路上有洞 我就想填補它 避免有人跳進去 所以他就是這句話呢 給我很大的啟發 算很簡短 強烈建議一定要去踢那個 Linus Watts在TED的演講 就真的很酷 他是唯一 我看過唯一 在 在投影片裡面展現出陳士馬 超帥 對不對 就是在TED 其他演講都不會出現陳士馬 但是他的演講有 就其他人可能 陳士馬秀出來 只是當個裝飾 有點像電影這樣 裝飾 他不是他是真的有講 而且他跟講說 這段陳士馬比較有品味 這段陳士馬 哎呀沒那麼品味啊對不對 看起來直觀的沒有品味 所以他用字就是TEST 然後我們就收到這本書很大的啟發 所以我就決定 當然不是只有這件事 決定去寫 然後再次這個David Russelin 他是On的Faddle 現在是接近退休狀態 我跟他一陣子沒聯絡 但我知道他之前已經有能升級追求調整 他以前寫過一本書叫The Linus Kernel 然後這本書在我學習Linus Kernel的時候很重要的指引 因為我是1997年學Linus Kernel的 這本書最後是更新的是1999年 其實剛好在我閱讀 我學Linus Kernel的時候剛好讀到這本書 然後我也很榮幸的成為David Russelin以前的同事 其實嚴格來說他是我的主管 因為他以前在Linaro的時候他是CTO 現在CTO不是David Russelin 現在CTO是Green Lackley 對不要懷疑 有人的last name就叫Lackley 但是以前的CTO是David Russelin 就是他以前的CTO 所以他其實也是我的主管 然後我很榮幸的跟David Russelin可以工作 然後他1998年 1998年得到他的Compute Science的學位 我差不多就那時候出生了 所以就剛好 他做Linaro CTO做了11年 然後我們感謝他 給我很多機會 跟世界一流人合作 然後我也是獲得他的啟發 所以我現在能夠在大學教書 我也是想要跟David Russelin一樣 因為他當年寫這本書叫The Linus Kernel 這本書的時候他是免費可以下載的 他沒有因為這件事賺到什麼 就是他用他的專業來賺錢 他本來就是已經過得很好 他就是大咖 反正就是這種大師級的人物 但是他寫這本書 他就是公主於世 然後這本書雖然1999年就沒有更新 但是我從那裡面獲得很多啟發 所以我也是 所以我就 就是 也是一個發自 發心願 就是我也要寫一本書 然後也跟他一樣 然後就把這個書可以自由散佈 那當然還沒寫完嘛 所以 所以知道 我要控制那個發出的量 是因為我要知道有多久看過 然後你看過有沒有什麼東西看不懂 你或是說覺得那個表達很爛 然後我也要改 因為畢竟很多東西要改對不對 就是因為Linus Kernel它是一個moving target 就是它一直在改變對不對 就是Linus Kernel要一直往前走 但我希望可以講清的 然後再來是當然語言一回事 就是我的寫作當然跟native speaker差太多了 所以寫作也在改進 然後再來是 其實就算是正規的文件 就是Linus Kernel官方文件其實也有些地方是有錯的 我們之後有機會跟他講 哪邊是有錯的 我認為有錯的 其實這就導致寫書很大的困擾 就是我去引用一段文字 引用Linus Kernel權威的內容 其實它裡面有些描述是錯的 所以我就繼續在我的書上寫了 這個東西其實嚴格來說那是錯的 就類似這種話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那個 我們在第三周有提到的 就是有一個有本書就是叫 威斯康辛大學的那個教授寫的書 那這本書也是可以免費可以下載的 然後而且那個書的作者特別強調說 他對我說為什麼教科書應該可以免費讓大家存取 我也是站在這件事 我也是認同他的概念 所以我就是踏著簽證的步伐寫這本書 好 我們來看第一章 忘了講第一章 就是這邊這很重要 就是說感謝已經有很多不同的人 給我們那個建議 有人是專門幫畫圖的 像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同學幫我畫的封面 如果你今天有更好的封面 你再畫給我 然後那有些人幫我去 檢閱裡面的英語 英語書寫 那有些人就是抓錯字的 或者是有些敘述的改過 那當然也有人是真的就是什麼 路見不平 然後拿城市碼來填 把有些內容寫不好 那這個是我指導的學生 就是去年指導的學生 然後跟我一起寫這本書 然後也有一些大咖 像這個 Julia 那這個是在印尼爾 就是相對是法國的 法國那個科學院 印尼爾 就是 它是什麼呢 它是那個 法國國家訊息與製動畫研究所 那它是那邊的那個研究員 那也很榮幸的獲得這個世界一流的開放 最重要Julia他不只是研究員 他也是科農進行的 也是做很多貢獻 所以他這個 他就是理論跟實說都很兼具的 感謝他有給我們留意這本書 然後還有甚至還有一些日本朋友 這邊可以看到這個日本朋友 給我們一些指教 有一部分內容也是他們幫忙貢獻的 然後這邊的話也歡迎各位 如果發現這個書本哪裡沒寫好 哪裡寫錯 歡迎來提交貢獻 這本書怎麼撰寫 今天我們這本書是用Latec 那你說我沒有學過Latec怎麼辦 其實你在學對不對 就這樣 你在用那個 你在用那個hackend的時候 已經學了一部分Latec的語法對不對 然後 就是說我們有一些額外要求 就是額外去訂一些跟關於這本書的一些特別的地方 然後就是說 如果你對Latec 有意願 就是你願意學的更多 然後有意願幫忙編輯 就是這邊編輯很多啦 比方說圖片重新繪製 有些會就是有些圖呢 你看了就這翻臭醜的 但是就是要重新繪製 因為涉及到一些著作權 那我必須要把絕大度數的圖重新繪製 然後如果你有意願的話告訴我怎麼做 或是說有些圖我已經重新繪製 但是它還是太醜 或是它有些就是太奇怪 就是可能邊邊腳腳錯錯 就錯了 然後你告訴我怎麼修正 那當然更多的時候是內容 然後就發現裡面有些看不懂 直接告訴我 哪裡看不懂 好我們現在看第一章 那我們在下週的時候 第五週會推進到第二章 那第一章的存在就是 相當於是 希望電腦科學背景的同學都可以看得懂 其實因為第一章在做的就是 就是把這個Linux Kernel重要的認知揭露給你 然後我們第二章開始是真正來講CPU Schedule 但是第一章就是 尤其是恐龍書 或是類似教科書的基礎之上 我們去補充一些額外的資訊 或是強調某些議題 那所以這前面幾頁啊 前面25頁其實可以讀得很快 就是像這個作業系統 也就是敘述性文字的 然後有些東西可以值得一看 像這個就是Linux Wars在有一個Revolution OS 有沒有印象 Revolution OS在哪裡看到 有沒有印象 第三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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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週跟大家介紹什麼 從Revolution OS看作業系統生態變化 對不對 有介紹在這個 然後他說什麼呢 這個Linux Wars說 作業系統的責任是什麼 其實沒有人呢 是直接存取到作業系統服務的 然後其實 其實作業系統的責任就是 讓這個應用程式可以運作 所以他會提供系統護教 他會提供排程 他會提供檔案系統 這一系列服務 就是讓這些作業系統 這些應用程式可以運作 所以這個你看 他就講這個 哇這個 講了作業系統的定義 很清楚啊對不對 他不會跟你說 作業系統要包含哪些層面 不用 他就是提供服務的 沒有人直接存取到作業系統 人本是透過應用程式 各式各樣的 各式各樣的這個 豐富的應用程式的面貌 去看到這個電腦本身 然後呢 作業系統本身就是一個被動的東西 好 所以你要注意到這個 好 1962年呢 這篇論文很重要 那這篇論文呢 也在恐龍書裡面有提到 就是CTSS的論文 那CTSS呢 是人類史上第一個 有紀錄的 最大有很多很多國家 比方說前蘇聯 也宣稱他在作業系統 有很大的成就 當然很多東西是 蘇聯解體之後才揭露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人類有紀錄的材料 來說的話 CTSS是人類史上第一個 分時多工作業系統 1961年 然後這邊呢 大家講話就跟你講說 他的那個分時多工 他在做什麼事 其實就是說 我CPU就算只有一個 然後沒關係 我去切個time size 還記得嗎 我去切個time size 或是切個成time quantity 然後呢幹嘛 然後呢 去創造出個假象 這個假象就是 你好像可以執行很多程式的假象 還記得嗎 我們在這個 變形和多次行序程式設計呢 就有提到這樣的一個 示意圖 還記得嗎 你把他剪到最下面 最下面 這個 中間 中間 對不對 我們實際上呢 你好像看到的是不同的任務對不對 就看到一個一個任務 其實我們會把它切成這樣 一個小單元 所以呢 我們在概念上來講的話 我們認為是任務一二三 但實際上呢 他是這樣切割成若干的小單元 而且實際上呢 那個比例呢 會更懸殊 也就是說 你看到任務 你認為你在執行的任務 跟實際上他切的time size 會更小 像前面講過的 在Linux來講 預設的r是什麼 是10個minisecond 這樣的一個間隔 好 然後再來是 這中間有些敘述的 應該可以看蠻快的 好 再講系統呼叫 系統呼叫 那注意到網上有很多文件呢 也不能說錯啦 就是過時 就是過時有些東西導致 你會認知上會有問題 然後 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跟你講說 以X86的架構為地 那這個系統呼叫呢 跟應用程式扮演什麼角色呢 就簡單說呢 應用程式呢 一旦使用到系統呼叫的時候呢 它會觸發模式的變更 注意到 這個設計叫什麼 privilege level 注意到特權模式的改變 注意到privilege跟permission是不同的 privilege privilege跟permission 這兩個詞呢 是不同的 先解釋什麼叫permission permission是說呢 我們講的是 跟我們漢語講的許可呢 是比較接近的 就是說呢 這個 比方說呢 你是男生 你去男廁 你是女生 去女廁 然後呢 有個東西叫什麼 性別友善廁所 像我這個 我星期天的時候呢 我帶我的女兒去中正紀念堂 然後呢 就 我們在做衛魚 我們很喜歡去那邊衛魚 還跑步 因為廣場很寬廣 其實台北很擁擠 然後這個少數 我覺得中正紀念堂 是少數我們可以開心跑的地方 所以我很喜歡去那邊跑步 而且去那邊跑步不會很圖嘛 也好像也蠻多人跟我們一樣 跑來跑去的 就是小孩子 所以去那邊比較不丟臉 有時候我們去操場亂跑呢 因為現在小孩子變少了 其實去操場亂跑的時候 打球的人會生氣 說我們在打球不要吵我們 對 Anyway 就是說我帶我女兒去中正紀念堂 去跑步 然後去運動 然後 我們就想上廁所 然後上廁所 我們就到裡面 那就性別友善 也就是說我們男生女生都可以 都可以進去 所以就是我們講的Permission 就是這個 就是說你可能會設定說 這個男廁只有男生進去 女廁是女生進去 然後呢 氣面有散去 男生女生都可以進去 這叫Permission 所以它其實它是一個對等選擇 就是說 我只是什麼 我只是 這個選擇裡面可能多了一個1 多了2 不是 我可以選1 也可以選2 就是不同的選擇 所以它在於是對等選擇上的一個其一 但是Privilege就不同了 Privilege是一個特權 我們把它翻譯成特權 比如說 連勝文先生 連勝文先生就是讚 你看 他年紀輕輕 就是成為美國銀行業的副總 讚 年紀輕輕就娶了漂亮老婆 讚 年紀輕輕就跟那個 侯碧城 你知道侯碧城嗎 就跟侯碧城有 那個那個 對不對 就是才子配家人 對不對 他就是Privilege 年紀輕就可以來學台北市場 讚 你知道他更大的成就是什麼 他三歲 不是國小三年級 如果是三歲的時候就成為自耕農了 各位 各位你三歲在幹嘛 對不對 所以人家那麼優秀 就是還有道理 因為他整個Privilege 他的等級就跟我們的等級不同 對不對 你再怎麼努力呢 你可以三歲當自耕農嗎 你再努力可以娶一個主播回家嗎 對不對 這個就是一個等級不同 對不對 你再怎麼努力 你會覺得內湖晚上黑黑的 晚上的內湖是黑黑一片 你的等級跟他等級是不同的 人家的視野跟你的視野是不同的 所以就叫Privilege 但是呢 他也可以成為一個喜憨兒 對不對 你看他選舉的時候就成為喜憨兒 就跑市場 嘿嘿 大家來買菜喔 對不對 他從天上到地上 所以你知道Privilege在野是黨籍 就是那個特權 他在天上 對不對 三歲成為自耕農 然後管理那麼大的財產 然後國民黨的中常委 就讚 對不對 所以他就是一個不同等級 但他可以到凡間 當個喜憨兒來賣菜 我要選總統 我要選台北市長 對不對 所以他可以跟我們平民一樣 所以這兩個詞是不同的 對不對 所以下次講的Privilege 就要記得 點社文 你想點社文 想到你就可以知道 Privilege跟Permission的差別 你說為什麼 上課為什麼都舉這種例子 不這樣的舉例你就記不得 對不對 你這樣舉例 你看不小心就記起來了 你看多好 對不對 好 那所以呢 就是我們呢 就可以有這個系統呼叫 就可以觸發 觸發一個Exection 這個Exection 就改變特權模式 所以就這樣 所以你這邊也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說 就是系統呼叫真正的實作端是什麼 就真正提供系統呼叫 這是作為系統 作為系統的特權等級 必一定要比應用層級的來得高 所以就要這個部分 然後呢 底下呢就有一些 比方說可以介紹一個Stress 這個命令很好用 可以看到說中間到底存取了哪些系統呼叫 所以大概執行多少時間 然後這邊會有一部分對照的時候 像那個GWC 那你可以對照看我們第三週的教材 我們第三週講的韓式呼叫 就有提到這個部分 然後不然說像剛才講最佳 編編器最佳化 編編器集最佳化呢 其實也有一部分講到這個部分 就是說 涉及到系統呼叫怎麼存取的 然後呢最大的就是 我剛才提到有些教材呢 是很過時的 會講到INT80 那事實上呢 事實上呢 在現代的系統呢 其實有一些 新的指令 叫SysEnter 可以去加速這個操作 所以事實上你如果去看那個 AMD啦 或是Intel 新的這個系統 就是你現在用的東西都是新的 就是其實已經用不同的方式 已經不是RNT 單純用RNT80 然後那這邊還會提到說 像以那個 GetTimeDay來講話呢 還有一些額外的議題考慮到 比方說VDSO 就是這個議題 然後呢再一次 呃 因為呢我們會區分特權模式 然後我們會區分 Kernel跟User 那Kernel跟User呢 其實各自的執行在不同的 你看 Corresponding Privilege Mode 就是它會在不同的特權等級的模式下去執行 然後呢 這也導致呢 那User跟Kernel它各自都有不同的Stack 好 所以這個東西也要搭配看 好 呃 我本來啊 我本來也要寫一本書在講Linus的記憶體 不過剛好我有一個朋友 好 有個國外朋友 他他預計呢在20 2025年 他想要推本 推本 出版一本新的書 講那個Linus的記憶體管理 所以我就 我就不特別去寫這本書 但是 但我記憶體管理還是在講 只是說 我就 因為我寫書是為了教各位 就是 因為這東西其實是需要很多很全面的知識 不是只是網路上那種拼湊出來的東西 其實你在網際網路上很容易找到拼湊的東西 包括LinusKernel在內的文件 其實有很多拼湊的 各位其實需要一個完整的認知 那這邊呢 你可以了解到就是說 User跟Kernel它都有各自獨立的Stack 就是 互不侵犯的 然後這個東西很重要 因為涉及到Main Protection 而且涉及到User跟Kernel各自的程式怎麼去執行 那所以我看到這種 像這個Stack跟Prosity的狀態的變化 好 那接著就是講到這個設計的概念 就我們講那個MonolithicKernel跟MicroKernel 我們在第二週 第二週還記得嗎 怕你忘記了 第二週幹嘛呢 第二週我們是講的作業系統術語概念 其實就是講到這個 那就是講到這個MonolithicKernel跟MicroKernel 那都要把它翻譯成為內核 這翻譯沒什麼大問題 但是Monolithic就要注意到 Monolithic並不是翻成單核心 也不是翻成大核心 也不是翻成巨核心 所以Michael的相對詞不是 Michael相對也不是巨大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整體的 所以你應該把它翻譯成整體性的核心 就是Michael Kernel 那你不要翻譯成單核心 因為講到單就會講到多 事實上有多核心 有叫MaticKernel 不要懷疑啊 這東西真的存在了 不要懷疑啊 真有這個詞 MaticKernel跟MonolithicKernel是不一樣的 這是不同的東西 叫做MaticKernel 就是我可以有很多不同的Kernel 這是不同的詞 所以你看 我今天我有MonolithicKernel跟MicroKernel 這是兩個不同的設計概念 這是兩個相對的設計概念 但是又可以額外的屬性 比方說MaticKernel MaticKernel就是市面上 它可以有多個Kernel 那我MaticKernel 可以採用MicroKernel設計 可不可以?可以 那我可不可以 MaticKernel採用MonolithicKernel 加上MicroKernel設計 可不可以?可以 你說這東西存在嗎? 有 這也存在 這個維基板是具有寫的 然後 所以注意用詞 一個叫MonolithicKernel 一個叫MicroKernel MonolithicKernel MonolithicKernel就是說 追求提供絕大多數的服務 然後 它就是一個互相運用 然後各自很難被單獨抽離出來 那MicroKernel的想法就是 我把Kernel 只留下最精簡最精簡的部分 其他部分就盡量把它搬出去 然後 這個討論 注意到 以討論來講話 你會看到說 800代其實人們是期待 右邊這個方式 MicroKernel的想法 但是 人們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調整之後 發現 其實MicroKernel在把這些服務搬出去 Kernel的時候 其實影響到效率 所以其實 後來也陸續變成MonolithicKernel 所以現在你看到 像這個 Windows NT 包含後續的Windows XP Windows 2000 不是Windows Windows 10 這些新的作業系統 其實它原本都是 右邊的設計 但陸續變得越來越像左邊 那 Apple的MacOS 其實一開始也是長右邊 那後來也是 變得像左邊 其實這個都是有可能發生的 那最後這個就是一個設計上的想法 它是一個相對概念 然後當然 MicroKernel這個陣營 其實還是持續有開發展 也就是說 能夠做到Kernel很精簡 但是依舊效率很好 那就是一個議題 不過這就是一個設計的不同的 一個perspective 也是設計的不同的觀點 好 特別留意 好 然後 然後接著講新的管理 新的管理的話詳細的還在下周 還在繼續談 然後一開始就跟你講 那process跟thread 這兩者差異 然後 注意到在Linx Kernel來講的話 process跟thread 沒有特別的區分 所以你看到 The Kernel does not distinguish process and thread 所以就知道這個概念很重要 這是Linx Kernel特有的 這個Kernel就是講Linx Kernel 那這也導致了Linx Kernel 跟很多座椅手很不一樣 然後這邊有一些東西 其實你花時間看它 就講PID TCID 這種結成關係 好 然後接著我們要講一個 神奇的事情要發生的 這個tagswark tagswark是 因為Linx Kernel裡面的tags 是最小的執行單元 它可以拿來描述那個process跟thread 然後很酷的地方是什麼 很酷的地方是 但是這裡面就用到Hashtable 有沒有看到Hashtable 而且這裡面用得到什麼呢 用得到List 這不就是Circule Double Link List 各位不要懷疑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第一週 要跟你講到Link List 第二週跟你介紹Hashtable 其實就為了第四週 第五週做鋪陳 所以一樣請你花時間去看待它 然後後面就講這個排程 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請你先看 我們下週還會講 但是跟過去你在恐龍書 或是一般教會是看得到的東西 我就不細講 比方說First In First Out 或是No Rabbit 它的細緻部分我就不細講 這邊請你對照看第一章 所以第一章 我們設想是 絕大多數已經修過作業系統的同學 應該第一章是可以看得懂的 而且你可以從第一章可以學到一些 過去沒有留意到的面向 比方是剛才講的Test Track 過去跟講的一些 像Hashtable它怎麼去運用到排程 我希望你在第一章可以理解到 所以我們在這週的環 就是第四週我們就讓大家了解到 其實你對這個 紅灰樹 你對數值系統還有編輯器 會有一定的認知 我們接下來幾週 不然本週在內我們會有 有相關的一個題目去測驗到你的認知 那當然也會有對應的作業 那別忘記我們前幾週都有指定作業 這個作業的時間 就是不要以為三月二十一要很遠 它不遠 就你從現在開始做 還是每天做 才能夠勉強幾點東西出來 總之就是我們前六週 好好的把底打穩 接著我們就來挑戰Niskun 好 謝謝大家